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几年职场剧挺火的 但大多数都被观众吐槽 绝对是打着职场幌子的都市言情剧 明明宣称是大美主戏 却很少看到大美主通过处理具体的工作 难题获得个人成长 往往是靠编剧外挂 几句话就搞定上亿大单 剧情是相当的悬浮 那么真实的职场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不妨啊 看看那个金朝腕炎亮 人家的上位史 篡位之前的腕炎亮啊 绝对是个彻头彻尾的伪装者 极度崇尚汉文化 能师善文 当时呢 人就称赞他为什么呢 一银一勇 混绝当时 再加上呢 这个人当时又没家子又和气 所以他在当时的腕炎宗事当中 人缘特别好 他当时表演 这个伪装 毫无表演痕迹 谈笑之中 就把他这种P3的蜡 这种人设立住了 实际上呢 真正这个腕炎亮 他这个人就是善于揣摩人心 心地深沉 喜怒不形于色 而且他所有的这一切呢 又自然而然的隐藏在 他才华横溢的外表之下 绝对是最妥妥的傅黑男 腕炎亮当时面对 毕竟是随时可能抽出刀子 捅向自己的兄长 金西宗 因此呢 要想保命 要想保全家族 确实要韬光养晦 腕炎亮啊 如果我们看整个历史 这个人还是有一个当皇帝的风范的 但为什么历史上对他评价相当不堪呢 到底怎么回事呢 从本期开始呢 我们就要细讲腕炎亮这个人 讲腕炎亮之前 哎 大伙记住了 别让我发弹幕 咱们互相沟通 我们上一集说到呢 腕炎亮 哎 和他的一帮 近臣吧 和他一帮哥们 把他堂兄金西宗给试了 而后呢 他自己登基成帝 当皇帝之后呢 腕炎亮就把嫡母 图丹氏和他的生母大氏都尊为皇太后 腕炎亮的父亲就是他的养父 腕炎宗干 有四个老婆 正氏呢 图丹氏是女真人 二老婆李氏是西族人 三老婆呢 就是腕炎亮的生母大氏 他呀 这个大氏也是先前的渤海王族 四老婆呢 才是金西宗的生母 普查氏 听到金西宗 玉氏 腕炎亮登基的消息 当时那图丹氏啊 听说之后挺惊骇的 于是呢 对和自己当时唠嗑的 那个金太祖的妃子 那萧氏就说了 这两个人都是老妇人了 皇帝随师德 仁臣也不能行事啊 他口中的皇帝呢 就是指金西宗 仁臣呢 也就是指 自己的儿子 这个腕炎亮 后来这个腕炎亮 就不当成皇帝了吗 他是入宫拜见 嫡母图丹氏 但图丹氏啊 对自己这个儿子称帝啊 这事儿 没有表示任何的道贺 态度非常冷淡 由此呢 腕炎亮的内心啊 就生出怨恨 腕炎亮的生母大士呢 出身于渤海王族 但他骨子里的汉化极深 虽然说 自己亲儿子做的皇帝了 但出于礼节和规矩 他对腕炎亮的嫡母 图丹氏 态度非常恭敬 就真正怀有封建时代 那种妾 对老公嫡妻的那种敬畏 腕炎亮成立之后 有一次赶上这个图丹太后生日 那么同为太后的大事呢 就手持酒杯啊 上寿 就是住酒 当时图丹太后就坐在那儿 大模大样的 和几个金国的宗室妇女聊得正高兴的 而且从前她在家里 你想这么多年 她都是正妻 已经受惯了她老公 宗白安宗干身边这些小老婆的这个拜礼了 因此就没有及时接大事的话茬 这位大事呢 当时也是太后啊 就在地上跪了好长时间 当时是自己嫡母生日了 腕炎亮也在座 是鬼哭了 腕炎亮的生母大事 听说这小事 赶忙入宫解圈 因为她本人当时啊 并不觉得图丹是对自己啊 态度有什么过分之处 但是呢 身为皇帝腕炎亮 这个时候怒气不息 她对亲妈说 今天儿子我已是九五之尊 您怎么能像从前那样 以如此谦恭的态度 去侍奉别人呢 不久之后呢 腕炎亮这个人特记仇 他就想起从前 老爸腕宗干的二老婆李氏 对自己小时候 总是恶言恶语的 因此心生恶语 那这位李氏呢 本来是皇族腕炎宗雄之妻 腕炎宗雄死之后呢 腕炎宗干啊 依据女真的那种收纪婚的习俗 也把这李氏娶回家了 于是私起就饿 腕炎亮呢 就把这位二妈 和他的七位儿孙 这个七个人 都是腕炎宗雄的子孙了 都抓起来 即时杀在当地 杀完了之后还不算 都烧成婚 然后又把人把骨灰 丢弃在这个豪水之中 由此可见 在骨子里面 这腕炎亮还是秉承 女真贵族 原先惯有这种残忍和暴横 腕炎亮称帝之后呢 他的这些所谓功臣之间 这些人也不是铁板一块 腕炎吾达老婆 常在府中府外 和那些英俊小伙子中间 银声很大 腕炎炎德 一老卖老 常常在大庭广众之间当着满朝大臣 就呵斥的腕炎吾达说他老婆是个淫妇 你看这腕炎吾达管不了他自己老婆给自己带了一帽 却深恨腕炎炎德总是当众羞辱自己 因此一直是怀恨在心 有一次呢 腕炎亮生病了 腕炎吾达入宫探视 成绩就挑拨 腕炎炎德见殡下 数日不逝朝 他就问我 主上如有不惠 谁能祭统呢 不会啊 就是皇帝死亡的一个委婉的称呼 唯臣我当时就回答 主上自有皇子 起料的腕炎炎德就说 如子小而 起勘大任应该是葛王才行 葛王就是指那个腕炎宝 并中的腕炎亮还在一听 还真信了 马上下诏 令腕炎炎德出京 领刑台上书省事 等于就把他外扁到地方任职了 限他十日之内出发 没过多久 腕炎亮又对自己的所谓忠臣吧 唐古便也起了疑心了 起言挺简单 有一天君臣两个人 赏观金朝前帝的这些画像 看到金太祖的时候呢 腕炎亮忽然笑了 就扭头对唐古便就说 太祖皇帝这双大眼睛 和你这眼睛还挺像 本来就是开玩笑 唐古便当时面色大变 冷汗刷一下出来了 如此失态就被腕炎瞧个满眼 由此他就开始怀疑唐古便 对自己忠诚度 哎 是不是这小子也想窜逆 两个人游完看向一个月之后 腕炎亮就忽然下招 就把这腕炎炎德唐古便 连同金太宗的儿子 当时任太父的腕炎宗本 都全部杀掉了 腕炎亮先前当大臣的时候 就觉得金太宗那些儿子挺强盛的 曾经为此他和唐古便 腕炎炎德还讨论过 等他自己继位之后 就对唐古便和腕炎炎德 也开始生出怀疑来了 于是他就和当时的大臣蕭玉 当时蕭玉官职是秘书界 因此就想早查 把金太宗那些儿子 那些孙子都杀了 杀别人还好办 你诸厨如此显赫的 腕炎姓皇族宗士 腕炎亮一时 还不知道对这些人 用什么罪名相加才好 这个时候蕭玉就给他出主意 尚书省令使蕭玉 和腕炎宗本关系一直特别好 人所供之 如今呢 咱就托辞蕭玉告发这些人谋反 朝内外大臣肯定相信 然后呢 再按中级族谷 把这群人都弄死 磨定之后 就以积居为名 就打马丘为名 腕炎亮就派内侍 招腕炎宗本 包括腕炎宗乃这些人入宫 腕炎宗本这些人入宫之后呢 远远看见腕炎亮 就站在楼上 刚刚下跪行拜 军事们一冲而上 快刀就把这腕炎宗本 腕炎宗买这些王爷的脑袋 斩落一地 看到腕炎宗本 这几个人已经解决掉 蕭玉马上派人呢 把那个蕭玉弄好了 而当天蕭玉送客出城 欢饮大醉 已经不省人事了 昏沉之间 他就被军事送到蕭玉 家里一间小黑屋子里就看管着 到了傍晚 蕭玉酒醒了 忘记自己身处之地非常可疑啊 这小黑屋 外面有军事看守着 认定自己是受别人陷害 是被皇帝关入囚牢要杀头了 当时啊 就以脑子撞壁 大哭大嚎 臣未藏犯罪 驾扰七十老母 可怜可怜我吧 蕭玉一听 蕭玉酒醒了 赶紧过来看 看到蕭玉这个孙子也乐了 他进入屋来之后 就对着耳朵 小声对蕭玉说 皇上认定 蜿蜒宗本 住人都不可留 如今皆以杀之 欲加以谋反之罪 令你尚告其事 款状我都让人替你写好了 如果你答应 富贵荣华 历时便来 这位蕭玉想都不想 马上答应 拿起笔来就签字 蕭玉就拉着蕭玉入宫了 向蕭玉回禀 事情已成 蕭玉大喜 马上下诏 派人持赴各地 杀掉东京留守蕭玉宗仪 等等吧 金太宗那些儿子和孙子 一共七十多人 由此呢 金太宗这一戏血脉 完全就绝掉了 就被杀的一个都不剩 蕭玉吾达得知皇帝已开杀戒了 敢忙入宫禁言 蕭玉秉德和蕭玉宗本多次欢会 暗中指斥陛下 而且他还对蕭玉宗本说 皇位最终会归蕭玉宗本 即使蕭玉吾达不说这话 蕭玉亮也饶不了蕭玉秉德 我们想当初金西宗被杀之后 蕭玉秉德就那一刻的发烂 已经注定他的宗族肯定会遭遇灭门之祸 于是蕭玉亮下诏 诛杀蕭玉秉德宗亲三十多人 这个蕭玉秉德还真不是别人 就是金国开国元勋 蕭玉宗汉他的孙子 蕭玉宗汉就沾憨了 至此蕭玉宗汉绝后了 杀了这么多人 这种无来由的杀戮会就此打住吗 源源没有 蕭玉亮这个人心还挺寒 闲不住 对于皇族宗室啊 他谁都不放心 接着呢 他又大杀皇族宗室五十多人 四年之后啊 蕭玉亮又下诏杀韩王蕭玉廷 蕭玉廷啊是金乌珠的独子 金乌珠就是蕭玉宗臂了 他本名伯蝶 这个人呢勇猛无敌 绝对还是个蕭梦健将 他那打马球的技术绝对全国第一 蕭玉没当皇帝之前啊 你想同为这个贵族子弟吧 同为这个宗室子弟 他和蕭玉廷一起呢 还同情游玩 当时呢远远看见一群野猪 蕭玉廷当时就对蕭玉亮显摆了 看我 铁锤沙枝 说着话 奋吹摇姬 就带链的铁锤 揉他就迎出去 一下子穿入一个野猪肚子 哪猪啊 你想那最大的野猪一千多斤 硬生倒地毕命 你看就是当初蕭玉廷 在蕭玉廷面前瞎显摆 显摆他武艺 现在呢就被蕭玉廷给惦记上了 怕这个人以后勇武难治 于是就派人乌城蕭玉廷谋反 然后把他逮捕 捆入殿内 这个时候禁卫军卫是好几个人特强壮就过来了 这几人过来之后也不是用刀砍 就是用脚猛踢猛踹 蕭玉廷的当部 来活活把这个王爷给踹死 蕭玉廷死后都几年了 也不知道哪天蕭玉廷又响起他家里人了 然后又派人把蕭玉廷的两个老婆和他唯一的儿子 叫蕭玉羊蹄的全给杀了 由此呢金乌珠这一气也绝呼了 金乌珠就是蕭玉宗壁了 让我们后人大家叹息的是什么呢 金太宗 蕭玉宗汉 蕭玉宗壁 也就是这个蕭玉和金乌珠了 这三个人都是当年灭亡本宋的当事人 你看养宋汉人天天讲复仇学识 结果呢这三个人毫发无伤 金乌珠呢这个乌珠在女真语里是头的意思 蕭玉呢在女真语里是心的意思 你看最终呢这个头和心被这个女真皇族 蕭玉亮他自己对自己皇族开刀 鸡头挖心不可谓不狠 我们经常讲天道好环 但没想到的是当初灭亡北宋的 蕭玉皇族这三个人的后代 包括金太宗啊 詹憨啊 金乌珠 这三个人后代上百人都被跟他们同族的 就皇帝蕭玉亮诛杀成绝 这种结果呢确实还无限浩叹 这三个人成百的子孙都被杀掉了 而先前一直在陕西等地亲逼宋朝的 金朝大帅萨黎赫也被蕭玉亮下令足诸 后来有一天忽然恼怒 宫廷宴会上那金太祖的妃子 总是坐在自己亲妈大势的上位 蕭玉亮就是借口谋反 把这位太妃和他太妃的所生的儿子人亡 一大家子全部都杀了 所以说蕭玉亮的存在就像我们传说中那种天煞孤星 民间有一种说法 天煞孤星呢 虽为大凶之相 但这个凶相对他本人不有影响 对这个其周围的人呢 就是呈现出极恶的态势 和自己同为皇族的 这个蕭玉宗士 杀了一大便之后呢 蕭玉亮也赏功了 因此呢就任命蕭玉为礼部尚书 蕭玉为尚书所成 晋升蕭玉吾达为司空 而后他还转告蕭玉 让他上表 晋言呢 要自己纳取那些先前被杀的那些宗士妇女啊 进入宫中 这个老蕭接到皇帝蕭玉那个密诏啊 当时也是颇废愁 他自己就想了 他就对左洱人说 近日大杀宗士 中外议论纷纭 奈何复为此等事 你说你把这些人杀就杀了 这些人都是你亲戚 你还把这些亲戚 他们家里的亲戚 这女性家眷 长得好看的 都纳入宫中 确实有点不好 但是呢身为宁臣 思来想去 最终蕭玉啊 还是按照万恩亮的意思 按照他的嘱托 主动呈上咒书 就奏请皇帝啊 把这些人都给纳了嘛 皇帝万恩亮接到这个咒书之后啊 马上就从啊 从善如流啊 因此呢 就把那些跟他是堂姐妹的这种关系的 甚至长他一辈的 那个万恩是同宗赋美 但凡长得好看 他都纳入宫中 四为淫乱 万恩亮这个人的性格 特别像苏阳帝阳广 特别巧的是万恩亮被逝之后啊 那金世宗啊 也给他一个恶事 也是这个阳子 他这个人特别善于伪装 啊 起初啊 他当大臣的时候 家里的妾应不过三人 就等于是 他的正妻和妾就三个 一旦他当皇帝 惩欲无焉 后宫祝妃啊 十二位 还有昭仪充元各九位 劫余美人 才人各三位 至于宫内别的 被他临信那些美人啊 宗族啊 大臣啊 家里的妇女 不计其数 当然从另外一方面讲 君子齿居下流 成王败寇 作为一个历史失败者 他污点啊 总会被人加倍放大 如果万安亮啊 最后灭掉南宋一统南北 变成成功者 肯定呢 他也会和那个唐太宗一样 世兄杀弟 一嫂罢弟媳 就会变成一代帝王的小小瑕疵了 也会被我们后人选择性的遗忘 金国天德四年 距离杀金太宗子孙一年不到 万安亮就派人又勒死了他 先前的功臣万言无达 这个万言无达 本来在万安亮一朝 升官发财还挺顺的 难免就得意忘形 有一次早朝 看见外面阴云密布 想着就要下大雨 万言无达啊 就想着 这皇帝万安亮肯定不会世朝了 这大雨马上就要下 因此他自己就先前离朝回家了 当时那些大臣一看 又左丞相都走了 随之而去 不料呢万安亮这个人还挺勤快 那天按时升朝 到的时候呢 外面大雨 朝堂之间的空无一人 当时就勃然大怒 一问侍卫 哎就知道万言无达率领百官离朝 就有这件事 万安亮就心生厌恶 马上下诏 把万言无达贬为节度使 让他离京外任 不久之后呢 万言无达那生兴严荡的老婆 那经常给戴绿帽了 又入宫了 和皇帝万言亮还会 万言亮这么一用 呵就觉得万言无达这个老婆 还真会伺候人 索性马上派人到外地 把这个万言无达就给勒死了 然后呢把他老婆纳入宫中 封成为贵妃 关于万言亮 今始是这么总觉得 欲为君则士其君 欲法国则士其母 欲夺人之妻则士之杀其夫 三纲决矣 何侠他论 所以说万言亮所作所为啊 确实是 让这个道德观绝对是全面崩塌 你说他别的事还有什么意义吗 即使历史是成功者写的 但是呢即使成功 如唐代宗这样的人 也无法抹掉他自己 世兄杀弟 包括逼父那种主种黑历史 很多事情你骗得了再多的人 他也骗不了自己 又过了两年 今朝的真元二年就公元154年 万言亮又下诏 杀掉了最早和他合谋地位的老战友 当时任尚书又曾相的肖裕 那么万言亮是以什么借口杀这肖裕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你所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宋代九位太后垂帘 为什么没有出现第二谷则天 为什么呢 你看相比起政坛上 积极无名的金国太后 宋代太后的政治地位 确实还挺高的 根据统计呢 中国历史上 临朝听政呢 有29位太后 或者是太皇太后吧 宋朝呢竟然占了9位 这些这个后妃吧 太后吧 包括谁呢 真宗皇后刘氏 仁宗皇后曹氏 英宗皇后高氏 神宗皇后相氏 折宗皇后孟氏 高宗皇后吴氏 宁宗皇后杨氏 李宗皇后谢氏 杜宗的淑妃杨氏 总共呢 这个太后垂帘 太后听政的人数呢 在各个封建朝代来讲呢 他们是最多的 甚至宋朝太后垂帘 比起那个外戚乱政著称的西汉和东汉还多 这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太后垂帘啊 是一种正当行为 宋代垂帘听政的太后呢 也是受到当朝的文人士大国认同和尊敬 由于宋真宗皇后刘氏为例 她在垂帘听政的时候呢 一致基本和皇帝相似的 比如说当时太后的死叫崩 臣下呢 也称其为陛下 这刘氏垂帘的时候 从年号也能看出她的地位 人宗继位的刚开始 她还是小孩了嘛 使用两个年号 天圣和明道 那么根据欧阳修在她那书《归田录》当中解释呢 天为二人圣之意 明的为日月并之意 也就是说呢 二宫都是圣人 如同日月普照天下 这种情况呢 和唐高宗之后 武后和李治共成二圣也就相差无极了 当然了 在这刘太后之后呢 宋代的太后垂帘的制度也有小的调整 也来表示呢 垂帘太后和天子的地位有所区别 比如太后呢 不在登临外朝 她只是在内东门的小店来垂帘听政 其次呢 像宋代刘太后 这些人处理政务的能力也非常高 这个刘氏呢 虽然出身寒微 你看在入宫之前 街头还卖过衣 还嫁给过银匠 一个叫龚美的 但是这个人的政治才能非常高 政治啊 经济啊 在她当太后的时候 宋朝都是蒸蒸日上 就连当政不阿的范仲淹 都曾在这个刘氏死后 就对那个仁宗皇帝说 太后受遗先帝 保佑圣公十余年 就是说出这样的话 既然宋朝的太后也是大权在握 那么为什么两宋历史上 却没有出现像武则天那样专权的人呢 有人就喜欢将这个原因啊 归结为什么呢 宋朝这些太后 包括外戚能素质高能自律 实际上这种啊 把国运 这个维系于人性的说法是最不靠谱的 宋时鲁宗道传就记载 临朝期间这个刘氏刘太后 还曾试探性的问过鲁宗道一个问题 唐武后何如主 鲁宗道当时毫不留情毫不客气的回复 唐之罪人也极为涉计 当时呢 这个鲁宗道大臣的回答 实际上那个刘太后挺尴尬 鲁宗道这个人是真宗皇帝和仁宗皇帝啊 他们这个当政期间特别有名的贱官 这个人呢秉性等值 而当时能够保证 宋代刘太后参政而不乱政 而不善政而不篡权的 最主要的就是以鲁宗道为代表的一大批官员 所以说呢 宋代没有武则天二号出现的原因呢 实际上我刚才一说大伙就明白了 是什么呢 文臣监督的制度好 宋代太后垂帘听政啊 并不是他自己想干的 而是由于当时大臣和皇帝的请求 当然了 其中也由于大臣请求居多 所谓的皇帝请求 当时那肯定皇帝年纪轻或者小 宋代政治呢既赋予了朝臣拥护太后垂帘的权力 也赋予了他们督促太后还政的权力 比如说仁宗皇后曹氏 就是在殷宗刚开始当皇帝的时候啊 殷宗他有病 当时曹局不稳 所以说大臣们就请这个曹氏啊 临朝听政 但是他听政不到一年 就要御史上书要求他还政 屡次请求没有效果之后呢 当朝宰相韩祺还直接行动了 历生命伊伦斯撤连 就以半强迫的方式呢 迫使得曹氏还政归政 由此可见呢 宋朝当时强大的文官集团呢 就使得宋朝太后垂帘听政呢 成为一种成熟的机制 就有效阻止了太后专钱 包括外戚篡权 就把那些机会啊 都给你这个消除了 因此呢 也就不会在宋代出现第二谷则天了 没一说中国史 说这也不知道的事 我们下次见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 我王爷亮他自己最信任的大臣萧玉 而有反叛之心 他为什么会行如此的行招 才叫杀这个王爷亮呢 没一说中国史 说点你不知道的事 明镜需要的周围 大概是在《天前的创业》 这次是《天前的事》 作为一个篡位 当上皇帝的湾元亮 他也万万没有想到 在自己杀尽了 几乎所有重要的反对势力 坐稳地位之后 他自己最信任的大臣萧玉 竟然有反叛之心 这个萧玉我们也知道 而湾元亮非常信任 在朝中觉得也是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大权在手 他为什么会行如此的险招 要杀这个湾元亮呢 湾元亮对这个萧玉 这个功臣 又会怎么样处置他呢 我们马上来聊 细讲萧玉之前呢 一定要提醒大家 多发弹幕 咱们多多沟通 我们上一集说到呢 最早帮助湾元亮 试杀金西宗 他说萧玉 这是湾元亮的有功之禅吗 他也很快大祸临头了 不过这位萧玉 还真不是湾元亮主动要杀的 确实是属于他自己早死 来的湾元亮对待萧玉非常好 萧玉呢 也一直在朝中的专善曹氏 但是呢 这个人呢 想的就是多 他这个忧虑湾元亮啊 肯定有一天也会怀疑自己 害怕哪天这个皇帝一高兴 或者不高兴 把自己也给足诛了 于是呢 他就想先下守卫墙 他就和几个人密约 想牟利已经亡国啊 那个辽国天作地的孙子当皇帝 这事情呢 自然就没成功 很快呢 他就被西北昭陶使 萧怀忠告发了 萧怀忠那个人 他本来的名字叫萧好胡 他和萧玉啊 同属于西族 这个西族在辽朝啊 等于是这个七单族啊 跟他们最近的一个民族 萧玉和萧好胡 哎 同是一族 由于萧好胡和自己是同族 因此萧玉就特别看重他 觉得这个人啊 不会背叛他 因此就派人联系 这个萧好胡 咱们一起 里应外合 来把这个万安亮也做掉 萧怀忠这个名字呢 还是萧玉事发被杀之后 万安亮啊 为了这个赏赐他 给他的一个赐名 接到萧好胡这个密报 还得知萧玉要谋反 万安亮啊 也是惊骇不已 他开始都是根本就不信 把这萧玉逮捕之后呢 他就派钱宰相 对他进行审讯 哎 不料想萧玉马上承认了 表示自己 确实要搞事情 萧玉本人承认了 万安亮是依旧不相信 自己这位功臣啊 为什么他会谋反呢 于是他就亲自把萧玉招入内功 亲自审问 萧玉呢 就是明快人 当时他就对万安亮说 大丈夫为事至此 岂能不认呢 万安亮的一听 非常奇怪 就问着萧玉 这哪里得罪过你呢 你竟然做此谋反之事 萧玉就回答了 先前陛下宁和唐古便与我 曾经三人共约生死 定下大事 但不久呢 唐古便因为他强忍刚果 就被陛下杀了 臣心皆知之 我恐怕自己呢 日后也不得其死 所以说臣下才有谋反 以求侥幸免死 除此以外 太宗子孙呢 皆无罪过 皆死于臣手 臣对死一直心怀疑疚 如今死亦晚矣 万安亮文言也是叹息 杀太宗诸子 皆有辱义人所为 朕出自国家日后大计 不得以为之 我与你自早相识 情欲深厚 尽可饶你一死 当然了 你宰相的职位 肯定不能再做 你可以终身 守你们萧家祖坟 敬心思过吧 等于万安亮 当时就把萧玉软禁 我也不杀你 我也不是说对你多侮辱 就要明到你祖坟那 去软禁起来 萧玉这个人 为人还挺倔强 当时就表示说 臣久受陛下宠物 深知错命 悔恨何极 既犯下如此罪孽 何面目见天下人 但愿受缴而死 以戒其余不忠者 也就是说到了这个地步 即使皇帝万安亮 饶他不死 萧玉也坚持情死 万安亮当时也落泪 与女真结义风俗 用刀割自己的左蜜出血 然后就把血涂在萧玉的额头 哭言道 你死之后 当之朕根本无以你之心 于是万安亮就哭送萧玉出门 然后就下诏诛杀这位老战友 包括牵涉案件的那几个人 又过 萧玉被杀了几个月之后 先前和万安亮一块参加行动的 试杀金兴西宗的那个功臣 俄夫储客也被杀了 俄夫储客这个时候已经是一方大力了 当时做太原演 官不小 他为什么被杀 他是闲得难受 他招那算卦人为他自己补卦 忘谈休旧 就被算卦人上告了 万安亮大怒 马上下令斩杀了这位大宝粗 而后还把他这个尸体烧成灰 然后头骨于水 至于当时另外一位大宝粗 就是首任金兴中的司公呢 后来因为屡屡拜见万安亮 他的嫡母图丹叹后 而惹起猜忌了 恰逢司公呢 有一次出逃叛乱 没有立功 大败而来 就被万安亮也下诏逮捕 加以诛杀 如此一来呢 当初和万安亮一起试杀 金兴中的人呢 就只剩下大兴国 和万安亮的妹夫坦真了 万安亮就认定大兴国啊 功劳挺大 因此呢他就受他为从义军节度使 还赐名邦基 所以大兴国 你看这个金国的史书 有时看到这个大邦基的 也是指的是他 在万安亮的意思里呢 这个大邦国啊 那就是立邦之鸡 所以管他叫大邦基 万安亮时不时的就念叨起 这位大兴国大邦基 经常赏给他黄金宝物 因此呢 是家财无数 后来呢 万安亮亲送 他自己也被杀了嘛 继位的金世宗 继位之初也只是把这大兴国 把他官给他卸了 把他先前 这皇帝给他那些金银财宝 都追回来了 也没杀他 日后金世宗坐稳地坐之后呢 念起大兴国的旧恶来 再加上别的大臣都说 这个大兴国啊 有侍主之罪 于是呢 就派人把这个大兴国啊 绑在金世宗的灵前 遂寡灵池 万安亮的妹夫坦真 活得是最久的 坦真这个人 在金史当中 有时候呢 也被写作叫图丹真 万安亮死之后 金世宗啊 在中都继位 还下诏呢 以坦真的闺女为皇太子妃 任命坦真呢 为太元隐 那么在地方任上呢 这个坦真呢 又大肆贪污 这个受贿赂啊 有巨万之多 最后呢 就被罚降官了 又隔了几年呢 金世宗一想 这个坦真啊 毕竟跟自己是儿女庆子 坦真的闺女又是太子妃 因此呢 还是委任他为镇武军节度士 还追封他的妻子呢 为人国公主 赐黄金白两 仲彩二十端 还特别赏赐坦真呢 当时最好的 用来打马球比赛 那个鸡球马两匹 这位坦真还有个外孙 那就是日后的金章宗 也是皇帝 我们再说过万元亮 他继位之初啊 就天下一统 这种野心 就想把京城 从当时的上京惠宁 迁到燕京 惠宁呢 就是今天黑龙江的阿城 燕京呢 就是今天的北京 迁都啊 绝对是大事 当时女生贵族啊 许多人都表示不赞同 那皇帝毕竟是皇帝啊 万元亮马上下令 在燕京大修宫事 而且在真元三年 就把都城啊 迁到燕京了 改燕京为大兴府 号中都为中京 惠宁府呢 为北京 汴京开封府呢 为南京 把辽阳府呢 改为东京 大同府呢 依旧啊 称作西京 不仅迁都 他还把惠宁的上京啊 这个名字给消掉了 万元亮迁都这个事儿意义重大 金朝是原先的上京啊 偏在一角 完全不利于中央政治 以统治 南迁燕京之后呢 经过朝廷 而既可以邹知四方之政 免去鞭长莫及之师 又可以使当时的使徒运输啊 包括物资输入问题呢 得以极大解决了 当然万元亮之所以啊 他必须要离开上京 也有摆脱旧时代阴影 这样的意思 上京呢 是女贞的老巢 肯定被杀皇族那些冤魂呢 一直是营绕在周遭的 那作为皇帝呢 万元亮本人 单在内里 充满血腥的宫殿当中呢 肯定感觉他也不爽 万元亮这次迁都呢 不仅仅沉重打击了 左爱汉化那些女贞残旧事 实际上也大大促进 女贞国内啊 那种文明的步伐 为了把这个事情做绝 万元亮还下令 包括金太祖在内的金朝 十足以下十地灵 全部内迁到燕京的大方山营 并派人啊 把上京公事和那些大族豪宅啊 全部都平毁了 所谓金太祖在内的 十足以下十地灵 那金太祖肯定是真的 至于的金太祖上头那些 那些人本来从前都是小部落酋长 他们之所以称为帝 都是后来金朝建国之后追世的 大批女贤人男贤之后呢 屯田户就开始忌口受田了 官取其租 因此他的生产关系就完全脱离了 从前那种奴隶制 就变成租殿制 因此呢 大大小小女贞头目 就变成私人地主了 金国的封建化过程呢 等于就是在湾安亮的迁都 这个过程当中呢 一蹴而就 迁都之后呢 他还改制 湾安亮呢 对中安极权制的进一步深化 就把金西宗时代 那个山省六部制 改为一省六部制 把这个三师三公啊 这些真正能够威胁皇权的职位啊 都废掉 就完全把这些职位 变成荣誉性的这种虚险 一般死后才赠给你 三省呢 只保留了尚书省 而且呢 还是由皇帝本人直接掌控 接着呢 他还废除了金国 一直实施那元帅府 依照参考辽宋的汉制 改为疏密院 君权呢 等于也就归于皇帝直接掌控了 湾安亮 他这个官制改革啊 绝对是皇权一统 不能不说啊 这是金朝政治制度一大进步 在此呢 我们也依据金史 讲一讲米真旧制当中的主要官名 都不激烈 总制官名 如图汉制中的总宰 安坂伯吉列 不是安坂伯吉列啊 官之尊且贵者 伯论伯吉列 尊礼忧崇得自由者 伯鲁伯吉列 统领官之称 依赖伯吉列 被第三约依赖 阿买伯吉列 致诚义者 蒙安千夫长 摩克百夫长 助展祥稳 边树之官 助伊里锦 部落须在之首领 古古 墓语之官 所以说我们在金史当中看到什么伊里锦啦 什么乌鲁谷啊 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 包括那个伯吉列制度不知道怎么回事 看到他这个官职 大伙就基本上一清二楚了 班牙亮本人啊 是一个完全汉化的金朝帝王 因此他的统治思想呢 自然是想以这个中华正统来自居了 为此呢 他还对他的大臣讲 朕美都鲁论 至于孔子之 一敌之有君 不如驻下之无 朕切勿之 岂非取以南北之区分 同类之比周 而贵比建摩也 于他而言 他就要把自己的遗迪身份啊 给消除掉 怎么把遗迪身份消除呢 就是一统天下 班牙亮呢 还读尽书 他读完尽书当中的《斧坚载记》 他还大声叹息 就对大臣们说 斧坚雄伟如此 冰识笔者 不以正统地记就之 而以列传地之 悲伏 所以他对斧坚 而惺惺相惜 由此之后呢 就是一个偏执念 在他头脑里越来越清晰 自古帝王混一天下 然后可以为正统 正是这种正统的宏伟理论 促死他日后啊 就想先灭南宋 在内西夏和高丽 使天下呢 最后成为异家 当然啦 比如说羡慕江南繁华啊 羡慕那个高宗 有个美妃 叫那个姓刘的 这个刘妃 史书啊 虽然有多记载过 但这些都是万元亮的小想法 毕竟我们这位皇帝 见过大世面 他不会因为刘勇一首词 或者宋高宗手下一美女 就发动了这么大的战争 万元亮死之后 金世宗继位 他就组织人编修海陵庶人实录 这些你个鞭子 咱是奋笔积书 大街前地的这些罪恶 元朝人苏天爵就说过 海陵被杀 助攻逢迎 极力诋毁 书多丑恶 那么根据由金入元的 大文豪元豪问 在他的书中记载 就说 即使在金朝晚期 金朝大臣贾一千 他自己也说过 我跟海陵被逝 而适宗皇帝立 大定三十年 近近能报海陵遮恶者得美事 史官修史路 乌其阴独郎志 史官修史路 乌其阴独郎傲 遗臭无穷 自饥官之 百可一信也 什么意思呢 就是金世宗继位之后 他要把万安亮生前的事迹 写成一本书 写成一个实录 这些大臣就想拍新竹子马屁 因此就想尽各种方法 向万安亮身上泼脏水 而但凡当时 把这位日后被贬为海陵王的 这个万安亮 他那些坏事能写出来的 能编出来的 都能当大官 面对这么大的诱惑 当时那些大臣 竞相污蔑 大叔特殊 污蔑这个万安亮 因此呢 这个海陵王 所谓的海陵树人的实录啊 肯定是不实的 就像那金朝大臣他自己说的 一百句话里 有一句 是真的就不错了 万安亮对各方面的控制还挺严的 即使在宗教方面 他控制也挺严 万安亮本人还真是唯物主义者 对当时最为流行的佛教 大力尽义 真元三年就公元1155年 此时候有个大和尚叫法宝的 要外出远游 当时金朝的大臣张浩张辉 就多次呢 去寺庙慰问 万安亮得知此事之后呢 马上下令召集三平以上的大臣 都在这个朝堂会集 当庭次折二章 文清等到寺庙 和尚法宝居正座 清等皆侧座于磅 又跪拜启留 殊无大臣风范 如欲拜礼 一应尊礼张通古 这等德高望重的大臣 且又向和尚屈膝之礼 而后呢 他又命令手下卫士 把那和尚法宝抓进来 言辞贺问 大和尚虽然德高望重 这时候也知道 皇帝是杀人不眨眼 趴在那里哆哆嗦嗦 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蜿蜒亮见状也大笑 长老当有定力 你倒怕其死来 于是呢 他就命令卫士当庭 把那张浩张辉各打二十大碗 老和尚倒霉了 蒙打二十大碗 这老山子骨基本被打烂了 因此短时间之内 再也不能云游四方 蜿蜒亮对谁都狠 但他对自己的亲妈 这个大事还是非常效忠 真元元年的大事并重 临终之前 他还严惩自己呢 以不能见到他的大姐 图丹太后为恨事 而且要求蜿蜒亮 在自己亲儿子 就是在自己死后 把图丹太后 从惠宁府迎到中都来奉养 亲妈说话管用 在真元三年 维安亮就亲自在途中迎接 他的嫡母图丹太后 而且见到嫡母图丹太后之后 维安亮还把两个大棒子 给了图丹太后 然后他自己跪在太后面前 说什么呢 亮不孝 久失温情 愿痛吃之 不然不自安 图丹太后当时也挺感动 亲自就把皇帝儿子给叶夫起来了 民间有子客家有爱之 况我有子如此 至于文化方面 广安亮绝对是一代大家 恰恰就是因为他身为帝王 因此赐礼航间 就平添了常人所不能有的那种 凶豪之气 宋朝有个文人叫刘启的 他写有一本叫《归浅志》 他在这书当中说的比较重人 说什么呢 此外呢 弯安亮的小诗小词 做得都挺好 清丽可喜 比如说那个《易竹诗》 还有那首什么 《见几间有颜贵执平中所笔附》 等等等等 写得挺好 《易竹诗》是这样写的 孤亦萧萧逐一从 不同繁慧媚春风 我心正与君相似 只待云绍腐壁空 《见几间有颜贵执平中所笔附》 写的就更挺好的 《略叶之头金褚装》 秋身自有别搬香 一朝阳汝明天下 也学君王卓者黄 这文笔自然挥洒之间 都可以想见 弯安亮年轻时代那种高洁之志 在小词方面 弯安亮也是情深义怯 他所作的小词 《易卫俊勇》 比如说勇学的 有一首叫《昭君苑》 昨日乔村无谱 今日穷穿银竹 山色卷帘探 老风轮 紧张美人瘫睡 不觉天孙减水 经问是洋花是如花 写得特别好 那么以上的小诗小词 都是弯安亮青年时代写的 他对凶猪的熊豪之气 还没有抒发出来 而后来当他有了篡世之心 他所作的诗文 那就绝对是肆无忌惮了 套一首诗叫《书必书怀》 期间的耀耀欲试之意 闪烁期间 那么这首《书必书怀》 张宗皇帝是宋徽宗的铁杆粉丝 说起宋徽宗 我们好多人都会感慨命运 太捉弄人了 如果这个人不是生在帝王之家 而是平常的贵族熏贵 那肯定他这一生 绝对是非常美好 但是命运更捉弄的人是 宋徽宗的铁杆粉丝当中 竟然还有一位 是灭亡北宋的金朝皇帝的后代 当然他也是个皇帝了 金章宗 金章宗是宋徽宗受金体的狂热爱好者 也是众多模仿者中的翘楚 他能模仿到什么地步呢 你一眼看上去 根本分不清 这个受金体到底是金章宗写的 还是宋徽宗写的 现在的大安博物馆 有一个他们抢走的 咱们中国的古画《女史真图》 上面有一顿受金体的提拔 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宋徽宗提的 那么后来经过专家考证 实际上就是金章宗写的 那怎么看出来了 因为提拔当中的公字少了两笔 而金章宗的爹就叫蜿蜒与公 少写两笔就是金章宗为了避他爹的慧 这个证据恰恰证明金章宗的书法功力太强了 模仿的太像了 后世人竟然无法通过笔画本身 能鉴定到底是谁写的 只能通过这处的碧会来愧得天机 金章宗追星 模仿受金体到这一步就结束了吗 远远没有 我们要知道宋徽宗时期 北宋宫廷收藏的书画 所有的作品有特殊的装表方式 称为什么呢 宣和装 宣和是宋徽宗的年号 在书画鉴定方面 笔法用墨这些方面虽然非常重要 但作者的落款啊 这个提字啊 印件也大有用处 而宋徽宗的宣和装 无论他收藏的印件 这个位置 包括他提签 都特别有讲究 宣和装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有一些手卷 有留存 他的装表格式是什么呢 外边是紧包手 里边呢 青绿色的灵作为天头 这个黄娟呢 作为前格水 然后是书画本符 然后呢黄娟有后格水 再有这个白膏立脂啊 这个尖尾 然后呢盖印七方 就是宣和七喜 而且这个七个喜都是朱纹 当然到了我们今天 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啊 就很难见到啊 许多完整的这个宣和装表了 为什么呢 因为好多作品 经过这个千年时间吧 除了这个宣和七喜 还在那个上面盖着以外 还能证明这是 就是宋徽宗他藏的 或者他写的他画的以外 装表的那些别的那些捐啊 什么前面后面 好多东西都在历史的这个进展的过程中 都缺失了 金章宗呢 他就效仿宋徽宗独创的宣和七喜 怎么办呢 他也是个DIY达人 就苦练技术 就模仿宋徽宣和七喜 他自己又刻了 他的明昌七喜 为什么叫明昌七喜呢 因为金章宗 他的第一个年号就叫明昌 我们现在在美国波士顿博物馆 看见那个张轩的捣链图 其中就有完整的明昌七喜 那个印记 金章宗和这个松徽宗呢 确实挺像 不仅书法写的一模一样 他们还都特别精通音律 两个人呢 都喜欢玩那个锤丸 所以锤丸呢 就等于是短距离的高尔夫啊 当然 这两人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 什么不同呢 金章宗啊 他主业就是治国 人副业才是艺术 他在位期间呢 正着还挺清明的 感觉就还创造了 金国的明昌之志 没一说中国史 说点你不知道的事 我们下次见 万言亮登上第一位之后呢 他也不愿意被当时 这个宋国人 成为遗底 又有了一场南北的这样的小 能够实现吗 没一说中国史 说点你不知道的事 万言亮登上第一位之后呢 他做的一件大事 就是迁都 就把金国的首都啊 从今天的黑龙江一带 迁到北京 这呢也是我们北京啊 在历史上第一次 成为一个王朝的国都 在此之前呢 只有邹朝的诸侯国的央国 在这里当首都 迁都之后呢 这个北京呢 在金国呢叫中都 万言亮统治下 他整个的中都建设 只用了两年时间 为什么效率这么高呢 首先中都啊 他以前是辽朝的陪都 已经有了一定的形制和规制 这个时候呢 金国只要做进一步的 扩建改造 基本上就能成功了 至于施工图纸呢 还是去变量抄的 抄的从前北送的 因此呢就省去了大量的设计工作 此后呢 万言亮又迅速的 全国搬家 都城全部都搬 因此呢 金国的贵族 包括成千上万的那些手工业者 工匠吧 也跟着 齐聚新都 北京呢 从此 就成为当时的超一线城市 即便是后来 这个万言亮被逝之后 尚未那个金世宗 他当皇帝之后呢 还是待在了万言亮 迎建的这个地盘之上 由此可见呢 万言亮的迁都之举 对于金国来讲 绝对是有好处的 是有远见的 此外呢 他也不愿意被当时 偏安一遇的 这个南宋人 这个宋国人 成为遗敌 于是呢 他又有了一统南北的 这样的想法 这种想法 你说在他从前 诗作当中 那些作的词当中 有没有表露过呢 他的这个 混一南北的 宏图委员能够实现吗 我们这一集就开始说 讲这个万言亮的 他的雄才大略 这个之前呢 还是提醒大家 咱们多发弹幕 发弹幕之后呢 梅老师整理一下 把大伙的问题呢 还弄成一个一个的彩蛋 在每一集的这个后面 赠送给大家 我们上一集说到 那个青年时代的万言亮呢 还特别喜欢做诗词 特别是 当他有了篡市之心之后呢 他那种情绪啊 实际上也表现在 他的诗文当中 你看 书壁书怀 一诗当中呢 就如此写道 蛟龙潜密引仓坡 且以虾磨作混合 等待一朝桃角旧 汉阳霹雳震震山河 金朝正龙六年 就公元1161年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 哎 这个亲宋之前啊 万言亮就在汴京 这个新修的宫殿当中赏月 当时呢 云雾涌天 闭幕不见 心骄气躁的般言亮啊 当时也是雌性大发 做雀桥仙 戴月一首 听碑不举 听歌不发 等候阴掺出海 不知何处骗云来 做许大通天障碍 穷然碾断 兴谋正烈 唯恨见风不快 一回截断紫云腰 仔细看 嫦娥体态 这首词当中呢 不仅流露出 哎 万言亮的亲宋之前 那种焦灼的心情 而且呢 灰剑斩云的那种豪迈呢 也显示出啊 万言亮作为一个帝王 那种豪霸之气 尤其是最后那两句 仔细看 嫦娥体态 更为妙为孝的呢 巴姆这位主人公 他那种寡人之极的嗜好 哎 不经意间也透露而出 亲宋战争开始之后呢 哎 万言亮 助力在那个清河河口 那种巨型龙船的最高城 听着这个争骨之声不绝一耳 他当时也是热血沸腾 挥笔呢 又写一首词 这首词牌就是洗千冤 你看这首词啊 实际上典故还挺多 创作完毕呢 万言亮就令人抄写 然后呢 把这个首词啊 赐给他手下那些大将 可惜的是呢 那些女真将领 你说喝酒吃肉猜个拳行个令 还行 穿着这个汉衣啊 着汉巾也舒服 但真正捧读这个汉文字 真正能摇头晃脑欣赏的 还真没几个 无论如何 你看他这首词呢 文字简洁 用点深沉 志向豪迈 实际上已经显示出啊 这位女真皇帝 她这个词意啊 确实是已是真至大妙之境 此外呢 白安亮还写的最好的一首词 尤其我们后世人 就觉得这首词绝对是大文学家家写的 是什么呢 就是她那雄魂大作念奴骄雪 天丁震怒 掀翻沿海 散乱诸搏 六出奇花飞滚滚 平田辽 山中秋鹤 好虎癫狂 紫怜猖獗 撤断珍珠锁 玉龙憨战 林甲满天飘落 哎 这首词有两却 我说的只是前面一却 就从这个词境的雄奇大气方面讲 《弯亮》这首词写的相当相当好 功力非常非常深厚 豪旷 横霸 争容 狂傲 雄卖 当时那景色无限的北国风光 还那种雷霆万钧的帝王气势 都在这首词中宣泄无疑 后人读之 目眩神明 可惜的是呢 由于后来弯亮他南勤失败 他就被杀了 他所谓的文汉 文词 这个著作吧 都被后来的金世宗啊 还有他的金世宗的臣下销毁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了 紧留的这个几篇诗词呢 还是因为金国的敌国 当时南宋的这个文人 岳科啊 洪麦 这等人 在他们所著的什么影史啊 宜监制 这些笔记著述中呢 隐用才得以保存下来 那么完颜亮其他好都没有传世的作品呢 你看写楚山堂这个词画呢 有个叫刘婷的文人 他呢 这个书中呢 透露出一些消息 他怎么说呢 完颜亮之他作 力倔强怪诞 书有煎熬之气 疑于言表 他盖客之矣 总之啊 我们如果把这个宋金的这个词 这个诗词歌赋啊 你翻遍了 如果翻得多的话 就可以发现 弯亮的作品啊 确实是推陈出新 而且是别开生命 他这个诗啊 词啊 这个特点在于什么 就不落科究 相比宋朝人的诗词 弯亮的特点呢 就不落科究 用点呢 还比较少 直书凶义 没有宋朝人那种交世啊 那种苏代气 恰如就当时那种广袤的 北国那种刚风和落雪 飘飘摇摇 飞舞不济 当然后来不少人 也认为 弯亮的诗词呢 是他手下那个汉族的文人代写的 这也就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揣测 如果是汉如枪手 代笔 文中难免有那种酸腹气 和那种局促之气 金国帝王那种龙虎气度 绝对不是说一般人 能描摹的来的 金国正龙元年 就公元的156年 在金国完全坐稳地位的弯亮呢 哎 这个时候就接受群臣给他上的尊号 什么尊号呢 圣文神武皇帝 同年夏天呢 他又搬行正龙官制 这就标志了金朝汉化 鼎盛期到来了 也正是从这年开始呢 弯亮就开始废潮了 就不上潮了 常常数个月 还在宫中呆着不出来 也不接见大臣 当然了 这位爷不上潮 不是因为他身体不好 而是因为他身体太好了 肉类食物呢 吃了又多 宫内的美女又多 这个时候呢 他就天天享受生活了 在后宫之内呢 和那一群美女消磨时光 这一年的阴历六月更尘日 宋朝的亲宗皇帝呢 在五国城 就在金国的那个 偏角嘎拉的地方啊 含恨而死 那么他在金国的封号呢 是天水俊贡 亲宗赵衡之死呢 历史上有说他是被杀的 有说他是病死的 但他的这个死亡时间呢 距离弯然量大规模 杀戮宋辽宗氏降亡的时间呢 还有几年 似乎呢好像是病死 日后呢 金世宗那不继位了吗 他下诏 暴露弯然量的所谓的罪恶吧 就指示他杀害赵衡等人 那么无论是他杀还是病死 这个亲宗皇帝呢 绝对不是那种安死创则的善终 当然对当时的赵衡之死呢 金国人是一直保密的 南宋当时并不知情 在这期间呢 南宋被贬居到永州居住的 那大臣张俊就三点水那个俊 那文臣依旧不忘朝廷和国事 他就认定金国人肯定啊 近期要难亲 因此呢就上书来预警 张俊这个人打仗不行 但他对当时所谓的国际形势吧 还是观察挺准的 那么南宋朝廷会重视 张俊的这个书奏吗 哎 书奏不报 南宋朝廷根本不搭理他 不久呢 张俊又上书 强烈要求朝廷一定要加强边备 这一下呢 就惹恼了莫其谢和当时那个汤思退 这两个人当时是宰相 他们和当时的宋高宗都认定 金朝根本就没有挑衅近亲之意 张俊完全是威言耸听 于是呢 宋高宗就下诏 严禁张俊在永州乱说乱动 而且还择斥他 说他什么呢 忧郁而论边事 就是说你就想求明 此乃俯如无用之常谈 目的在于什么呢 以技服用 你又想重新出山 重新被朝廷启用 所以说避住你的臭嘴 实际上宋高宗君臣 当时这种行为 这种心态 完全是掩耳盗铃 但莫其谢呢 这人还挺幸运的 转年他就病死了 他就没有看到张俊的黑色预言 成真的那一天 张俊还算好运 也没有被朝廷严罚 只是让他住嘴而已 在这一年呢 东平有个近史 叫梁勋的也上书 认为金人 金国人必定举兵难亲 朝廷预先防备 宋高宗照够大怒 亲自下诏 把梁勋远扁于千里之外的 这个周军当中 而后又下诏 非常严厉的表示 蒋和之策 断字震制 秦桧特能暂战而已 其以其存亡而于定义耶 那次当时这个蒋和和金国 秦桧啊 是帮助我做的这个决定 绝对不能说现在秦桧死了 然后就是因人废事 实际上就是我的主意 而且呢 赵构又接着说 尽者无知之辈 古畅浮言 以获众听 至有伪传招命 抗张公车 妄议边士 震慎害之 至今由此 当众志现典 如果以后 谁在 胡说八道 妄议边士 一定要定斩不饶 从这道招书呢 也可以证明 宋高宗赵构 才是当年真正投降派的幕后总头子 经国正隆二年 就公元157年春天呢 万安亮他在武德殿 急急忙忙的 就把那吏部尚书李通 刑部尚书胡立 韩林直学士 萧莲这三个人叫过来了 特神秘的 对这三个人 晦深晦涩的讲 镇昨夜做梦到天庭 殿中之人 那些哀小如婴儿 忽然我听见天地下指 受朕天侧上将 命我征伐某个国家 朕受命而出 骑马出门 见周围鬼兵无数 朕向空中发一箭 众鬼兵皆大声英诺 服从号令 惊醒之际 声游在耳 朕忙派人去救中 看我所称御马 浑身汗水 又取我箭带 也发现少了一支金箭 如此一梦 是否上天感应 让朕平定江南呢 天侧上将我们要知道 是从前李世民的他的封号 三个大臣呢 大眼瞪小眼 想了一想 马上齐齐下拜成贺 万安亮呢 还在那装 还是故作神秘一装 借主这三个人 哎 我说这话啊 天机不可泄露 别跟别人讲 那时候呢 万安亮亲送的决心 实际上已经下定了 只不过呢 他先找了几个文臣来 试探一下他们的反应 吏不伤夫李通呢 知道皇帝的意思 马上呢 眼见他自己的好友 张仲克 还有马钦入朝 然后呢 任命这两个人为建议大夫 然后几个人 圣坛南宋 富庶多宝物 那意思就是南边的宋国 一定要供取 而从前呢 有一个被金国俘罗的 现在呢 在金朝当宦官的 就宋朝的患者 这人叫梁冲 哎 他也不是沈游登 每次在内殿 都向万安亮 会声会色 就说宋高宗有个妃子 姓刘 刘氏啊 长得太漂亮 倾国美貌 因此呢 他也是诱引万安亮 发兵男亲 万安亮呢 还挺心有成算的 就马上派人 挑选京洁的那种侵入 就是那种特别质量特高的 那种私质品吧 那种被入吧 然后呢 又选一间好房子 在那准备好 就准备日后 南亲成功之后 把这位刘妃 弄到这里来自己享用 金朝正隆三年开春呢 宋朝的贺正诞使孙道夫 回国之前 万安亮召见他 这个态度很恶劣 择斥 这个南宋啊 关押金国的陶人 又说啊 你们这宋国在边境啊 盗买安马 你们肯定想备战 想侵略我们金国 而且呢 还说 你这宋国 自从这秦桧死之后 对我们大金的态度 就不像从前这么恭敬 他当时这些纸翅呢 百分百都找茬挑刺了 因此呢 就是为他的战争做铺垫 又有一天 万安亮要召集的手下大臣 张仲柯 马钦 南有宋国东有高丽西有下国 若能天下一统 才真正算得上是泱泱大国 万安亮呢 会心的点头 就问 欲罚宋国有何口实呢 张仲柯赶紧接 陈庭说宋人买马修备 招纳山东盼王之人 以此为罪 正可攻伐 万安亮一听挺高兴 碾然笑道 前些时候梁冲对我说 宋国刘贵妃啊 资质艳美绝伦 罚取宋国之后 哎 正好是一举两得 又得国土 又得美人 停一停呢 他又好像自言自语 江南文我举兵 肯定慌忙逃窜远地吧 那些大臣和皇帝 是文景祭逃 看皇帝如此说 马钦和田羽信 也是赶忙附和 这些南蛮既是远窜 要逃到哪里去呢 陈等皆知江南道路 人缘虚实 到时定为陛下宣礼 被拍了好几下的马屁挺舒服 万安亮扭头 就瞧了瞧直班的女真人敌石就问 你敢打仗吗 敌石赶忙失礼 受荒恩日久 死又何惧 万安亮的挺满意 他就让那个敌石也落座 哎 你坐下来讲 然后他就问这个军将 对于宋国方面这种判断 你认为宋国他敢出兵和朕对战吗 如果宋国出兵 你能为朕冲锋陷阵吗 敌石啊 是个女真人 她说是个武将 因此他拍马奉上的功夫啊 绝对不如那几个文臣 思虑良久 他就说了 微臣随努怯 也敢为陛下 出死一战 万安亮又问 宋国若战将于何地出兵呢 敌石就回答了 宋国不过在怀上等待我军的进攻 应该不敢深入 心得意满之余呢 万安亮也有自言自语 上天肯定助我成功 停了停呢 他又说出心里更深的想法 朕举兵灭宋之后 过两三年再讨平高丽和下国 天下一统之后 论功行赏 广赐将士 大家伙到那个时候啊 肯定就不用再辛劳了 你看 君臣几个人执上贪兵 把未来美好的前景呢 已经勾勒成这个蓝图了 不过在当时的金国大臣当中呢 也有直言直辈 派往宋国那使臣魏子平 这个临行之前 万安亮就试探的问他 你觉得苏州和大明哪个地方好呢 魏子平啊 这是汉族人 但他知道万安亮的心意 但他没有附和 说什么江南富丽啊 怎么怎么好啊 他反而称赞啊 金国的大明好 北地公事车马 衣服饮食 皆胜一筹 江南地方卑狮 气候辱热 当然不如上国之地 听魏子平这么一说呢 万亮不悦 心中就怪这位臣子 哎 一点都不善解人意 魏子平这个大臣 虽然说是不善解人意 但当时金朝 那些善解人意的大臣多了去了 包括吏部尚书李通 左勋徽使 敬四辉这些人都是阿谀奉承之辈 不久呢 万亮把这个两个人招过来 哎 包括那个韩林学士叫翟永固的 还有叫韩汝家的这四个汉臣 哎 让他们入殿 就和他们商议 哎 我要大修汴京 这个意思就是他想从燕京再迁都 以此呢 来方便日后的南侵 李通和敬四辉呢 两个人拍掌叫好 大臣天时地利啊 人和都在我们这边肯定要大一统 而当时那翟永固呢 韩汝家这两个学士呢 显得还稍微耿直一点 就比较委婉的劝谏 燕京的兴盈不久 躺藏已发 民力未苏 岂可再后会巨翼迎见汴京呢 而且宋金呢 通豪已久 宋国年年按时进献遂共 如今呢 如果我国兴兵 那恐怕师出无名 当时白岩亮耳朵已经听惯了 这个俄语复合啊 这样的语言 一听这两个人这样讲呢 马上大怒 历声大喝 此事非如等所知 然后挥秀 马上让这两个人够出殿 别在这待着 没过几个月呢 汴京的北宋啊 从前那些旧皇宫发生火灾了 哎 万安亮照好啊 拿这个当机会当借口 派出左丞相张浩 还有参知正事 靖四辉 前往这个汴京重新大修公事 张浩这个人是从前渤海国的大族出身 为人的比较谨慎 因此他也是见劝吧 说中都刚刚落成 国内的财力困乏 应该啊 对汴京的这个修造修膳 应该稍稍延迟一些 万安亮当然不听 催着你赶紧去 临行之际呢 万安亮又向他询问 这个蒸发宋国的厉害关系 张浩这个时候 他不敢正面抵触皇帝 婉言觐见说 臣官天意 赵氏必不长久 可待其自灭 万安亮一听呢 也挺愕然 就问何以知之 张浩就说了 赵构天子 以叔叔为皇储 他日必祸起肖墙 还自可不凡用兵 齐国自亡 那意思就是 赵构这个南朝皇帝 他自己都没儿子 然后呢 以这个宗室叔叔 还为皇太子 以后啊 这宋国啊 肯定会祸起肖墙 还就会自己灭亡了 那么对张浩这番话 万安亮能听得进去吗 我们下集接着说 你所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音乐能治异于症 在我们普通人的这个观念里 弹琴啊 听音乐啊 绝对是风雅之事 那么宋代的许多文学家呢 都擅长弹琴 哎 弹古琴 比如说大家熟悉的 就有什么欧阳修啊 苏氏啊 范仲淹啊 等等等等吧 而且更为神奇的是呢 这个大文豪 欧阳修 他通过弹琴 的学琴 治好过他自己的心理疾病 还这要是怎么回事呢 郭阳修在《宋杨志序》当中 就这篇文章 他就说过 他有一位朋友 叫杨志 在科举考试中呢 屡屡不得已 最终呢 只能靠着这个祖上的功勋 然后到达 离京数千里远的 剑谱 这么一个偏远的地方做官 杨志年少的时候呢 他就有很多疾病 因此呢 到了这么远的这个外地吧 隐时又大不相同 所以欧阳修就担心了水土不服 然后心情抑郁 于是呢 就写了《秦说》为他送行 那么在这篇文章《宋杨志序》当中的欧阳修也提及了他自己学琴的这种经历 于常有悠悠之极 退而先居 不能置业 借而学琴 与友人孙道兹 受功生树颜 久而乐之 不知其极之在体业 这种所谓的悠悠之极呢 可能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义与正吧 或者是从前所说的这种这个神经虽弱 他呢 跟这个朋友学琴之后呢 不知不觉 他病就好了 最后呢 欧阳修还总结说 要之读者 能供其极之巨 不若生之智者 能和其心之所不平也 看通过弹琴 还能什么呢 盗其烟喻 血其忧思 也就是说呢 这种抑郁啊 忧思啊 这样的这个病状吧 你在弹琴的时候 听琴的时候 就会被排遣散发出来 可能有人会问 哎 这是欧阳修的个人感受 在医书上 有这种音乐疗法的相关记载吗 有 而且还挺多 我们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 大伙都知道 皇帝内经 就提到了 五音疗籍 这样的概念 而且在疗史当中还记载了 疗国的名医 一个叫耶律迪鲁的 他用打击乐 在那敲鼓 敲那些锣什么的 还治愈了一位书密使 他老婆那种病 什么病呢 心有蓄热 而如果看地方治 苏州府治 其中也记载过类似疗法 那么到了明朝呢 儿科医学家 有个叫万全的 他有本医书 叫幼科发辉 里面呢 还记载了 武力治疗儿童的这种音乐治疗病案 那么元代名医朱振亨呢 更是直接指出了 乐者亦为药义 所以音乐能治病 能治精神疾病 这个绝对是证据确凑 实际上呢 以乐为药 这种理念呢 在文字上呢 实际上也有体现 我们看乐和药的繁体字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这两个字的繁体字 挺近的 就多一片盘 所以说呢 古人可能很早就认识到 什么音乐啊 心理啊 医学啊 这些这个之间的联系了 现代医学当中 音乐疗法的奥秘呢 我觉得 现在也是利用我们古人发现的 这样的方法 来改善病人的心理状态 治病于无形 门毅说中国史 说这里不知道的事 下次再见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 而且在这个罚送的问题上呢 好多大臣都吃了民间的亏 中国大臣张浩还算聪明 委婉的劝谏 那么这个万元亮能接受 张浩这个委婉的劝谏吗 没一说中国史 说点你不知道的事 说到搬家 我们现在这个南北各大城市 飘着的 这个小朋友们肯定有发言权 很多人呢 一提到搬家 心生焦虑 当然也有人呢 是搬家爱好者 为什么呢 能不断自由地选择新的居住环境 而经国的皇帝 万元亮 绝对是一个搬家爱好者 他不仅仅是一个搬家爱好者 他还是个搬都爱好者 你看他才搬到这中都 现在又想迁都 到哪到汴京 为什么 就是为了方便 经国南亲 万元亮当时发动 对南宋的战争呢 只是为了他实现 他心中一理想 为什么呢 一统天下 不仅南宋 在他的这个侵略计划当中 高丽和西夏呢 也在他的讨伐计划之内 毕竟呢 他太想成为 像那个唐太宗那样的皇帝了 当然了 你说起这个皇帝的这种品德 什么知人善任了等等 万元亮 他绝对不能和唐太宗相比 而在他的大臣当中呢 反而顺他的意的 就是尊重他 就是好人 意见稍有不同 那绝对就是忤逆 就是不听话 说句话 有这样的大领导 他那些大臣心理压力 也绝对是压力山大 而且在这个罚送的问题上呢 好多大臣啊 都吃了名剑的亏 你要直接跟他说罚送不行 他马上就急 这金国大臣张浩还算聪明 他来的一种暗戒 委婉的劝谏 那么这个万元亮能接受 张浩这个委婉的劝谏吗 我们本集开始会细讲 细讲之前呢 还是那句话 大家多发弹幕 咱们多多交流 我们上一集就说到 金朝的老臣张浩啊 就婉言劝谏万元亮 不要随意兴兵啊 侵罚宋国 说宋高宗他没有亲儿子可以传位 日后肯定会自取灭亡 万元亮呢 哎 几个词 希望他当时那种态度 加其言而不能从 别看万元亮这个皇帝 动不动就以天来说事 但实际上 这哥们绝对是个现实主义者 甚至天是不会凭空 帮他灭掉宋国的 只有血与火的征法才有可能做到 在派出张浩等人去修造 去扬建 去扩大这个汴京的同时呢 万亮不放心 又派出他的心腹太监 梁冲当监工 这梁德公 绝对是尽心尽责 不计成本 只要最贵最好 不论金银多少 根据史书记载呢 运一幕之费至两千万 奉一车之力至五百人 宫殿之势 遍敷黄金 而后剑一无彩 金蟹飞空如落雪 一殿之费以亿万计 往往这一个大殿 一个地是完工之后呢 梁公公 那小眼睛 锐利四处审宴 稍微有一点不如意 马上派人 拆毁重造 即使你大殿造成 这地是我觉得 皇帝可能不行 给我拆 面对这位骄横跋扈的大公公呢 文臣张浩那些人呢 也只能听之认之 为了进一步加紧的战争步伐呢 金国就在这个正隆四年 当时是南宋绍兴二十九年 就公元一一五九年吧 就忽然把这个宋金双方的商业贸易的 这个雀场 什么密州的 寿州的 蔡州的 这些地位的雀场全部停了 只留下四周一处雀场 四周的一处雀场呢 还没五天就开一天 金国当时这个政策啊 出乎意料 因此当时这些商人 无论是金国的商人 还是宋国的商人 都觉得可能要打仗了 好多人啊 就把那些货物都扔在那不要了 都逃回国内了 商人一逃呢 无论是在当时的宋国 还是金国 都是造成了非常大的恐慌 有一天呢 湾安亮上朝 然后呢 他大声就对那些宰相大臣就说了 宋国随臣服 并非真正遵守盟事 近来 震庭说啊 他们招纳我国王畔之人 又在边地买马备战 我们不可不防 你看他还恶人先告状 以此为借口 湾安亮就下令 在金国辖下 那些各部族当中啊 包括那个驻鹿周县当中啊 集丁充军 大肆扩充军旅 逐渐呢 就加速了金国战争机器的运行 根据史书记载 金国方建公事于南京 又迎中都 与四方所造军契财墓 皆赴脸于民 建陵一尺至千钱 村落间往往追牛以共金阁 以致鸟雀狗志 巫不被害 境内骚然 你像老百姓逼着当时那老百姓 都把牛都杀了 然后就为孤军队提供的弓玄啊 提供做铠甲的皮啊等等等等吧 反正那些鸟兽基本上全都杀了 当时的金国霸雀场迎汴京集军兵 动静绝对大 那么从金国初始归还的南宋官员 也是忧心忡忡 就劝谏宋高宗造构 特别提醒啊 金国现在在汴京大肆迎见 肯定有难亲之意 让宋高宗留心 宋高宗造构呢 听这些史臣一讲呢 先是一惊 耳后呢就试耳了 还说金人迎汴京 不过是修行功吧 咱们用不着紧张 当时大臣黄忠就说 臣见金人义夫数十万 行事浩大 不可能只是为修行功 倘若金人西都于汴京 士壮马剑 数物即可持至怀上 不可不备 而在朝中呢 还身为宰相的汤思退 一听这个黄忠这样说 就怒气冲冲的斥责黄忠 惊扰盛听 你吓唬皇上 他们就认定金国啊 肯定不会渔蒙生事 年底呢 金国的贺正诞史 施义生 还有那父史耶律义 到了杭州 南宋力部尚书张涛呢 接待来史 正诞具体指的是现在什么时候呢 正诞者遂世之史 也就是正月初一 贺正诞史啊 一般是一正一负 任务呢 就是恭贺邻国的春节 不仅宋国有贺正诞史 金国也有 金国的贺正诞史呢 施义生是正史 那么这次去南宋 对他而言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呢 施义生啊 他是福建人 本来他是北宋晋氏出神 靖康的时候呢 他难逃 当时呢 他就聚罪 毕竟是临难而逃啊 因此呢 就到尾齐做官 再后来呢 金国把那个尾齐的皇帝刘豫给废了嘛 因此呢 他又在金国做官 到完颜亮的时候呢 就把他升为尚书礼部侍郎 这次呢 完颜亮就派他 作为使臣 到南宋出使 出使之前啊 施义生还推辞 自已得罪北走 耻见宋人 施义生当时是真的不想 作为使者 到南宋去 他觉得没脸啊 我从前是北宋的这个大臣啊 后来这个国难 他逃跑了 现在又作为金国的使者啊 他回这个老东家那去 他不好意思 完颜亮的就硬让他去 于是呢 我们这位老师硬着头皮啊 就进入南宋 到了杭州了 毕竟啊 还是心怀故国 施义生呢 和这个张涛 两个人喝茶的时候呢 见身边左右随从人少 就打暗语警示张涛 今日北风甚进 哎 表面说天气 实则呢 提醒张涛 北风呢 就是指金国啊 金国要入侵 当时呢 他又怕这张涛不明白 又大声对身边随从吆喝 笔来 笔来 拿笔来 拿笔来 听上去呢 好像索取执笔 实际上就告诉张涛 金人笔来 什么叫笔来呢 马上就来 张涛这大臣呢 文人吧 也是聪明人 自然就会议 然后就密奏松高宗照构 提醒皇帝 你看金国的使者 这施义生 已经告诉咱们了 金国的入侵 马上就要开始了 金国这批使者呢 除了施义生以外 还有不少随从 包括他的副使耶瑞义 这些人啊 都是这个万安亮 在这事前啊 认认真真选择的 都是按怀任务而来 其中呢 还有不少啊 这个 负有间谍任务的 这样的画工 因此呢 金国的使者 这一路上 他的使团沿路详尽的绘制了 金宋边境 一直到南宋临安 这详细地图 包括成国啊 山形啊 地貌啊 驿站等等等等吧 回去之后 统一整理 就作为金国南清的军事资料 使团回国之后呢 文人亮看这些画图 知道在杭州 湖山秀美 成国繁华 挺高兴的 因此呢 他就让那间谍画工啊 把杭州的景色 哎 画成一屏风 然后呢 又把他自己容装骏马啊 那个像 哎 添到这个无山之上 哎 自己还提示一手 万里车处和混同 江南岐有别江峰 提兵百万西湖上 立马无山第一峰 而当时这个金国正史施医生呢 他就自以为是 他觉得自己和这个宋国的大臣张涛的对话 那肯定是别人知不到的 但他身边的随从啊 包括混入南宋的金人间隙 早已经把他当时的情况一五一十的上报了 所以说回到金国之后 施医生就马上还遭到逮捕 然后呢被文人亮出以喷刑 喷刑是什么呢 用水或者油给喷死 而后呢全家诛死 就不仅把他杀了 把施医生的一家全部都杀了 我们如果看宋金的诗文 那个合集 这施医生呢 他的诗文做的还特好 初始宋国期间呢 当时的参观五代时期 那吴越国王钱刘 他得有一处遗迹 有感而发 做钱王站台一诗 这个诗意呢 看起来挺扩大的 实际上呢 充满了感伤和忧愤 层层楼阁捧召回 原是前王旧站台 山色不随兴沸去 水生长竹古今来 年光四月生还梦 世事如花落又开 多少英雄无处问 夕阳行公自徘徊 字里行间啊 我们可以感觉到阴风甚甚 似乎呢 他已经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 与此相比 这诗意生青年时代 有一首提壁诗 绝对是壮志凌云 挥洒自若 当时是满怀豪情 君子道穷治不穷 人生自古有飘膨 文章笔下千堆井 志气胸中万丈红 大敌仰龙须是海 算来欺凤莫非同 山东宰相关西将 只把前功论后功 万安亮杀了师一生 而后呢 在内部就加紧控制 绝对是禁止大臣当中 有任何反对他男亲的 这样的声音出现 当时有个太医 叫齐仔的 直言劝谏 表示说呢 你看金太宗时代 君名陈勇 尚不能把宋国消灭掉 事宜人意 我们现在金国呢 军队宿着下降 加上呢 军蕾 又咬民 天时地利 人和三方面呢 都比不利于现在南法 万安亮当时文言大怒 马上命令卫士 把这齐仔啊 给我送于闹市公开处决 然后把他家财全部充公 更过分的是呢 万安亮的嫡母图丹太后 也是劝阻他南法 于是这皇帝又起了杀心了 竟然把他的嫡母图丹太后也杀了 图丹太后呢 当时有个侍女 丫鬟吧 宫女 高夫娘的 相貌美丽 替这个图丹太后啊 这个 到那个皇宫当中 给这万安亮送东西的时候呢 被万安亮看中了 当时色尽冲天 因此呢 就把他母后 手下这位美女丫鬟 就给强行临幸了 后来呢 这美女呢 多次进入皇宫内殿 这个高夫娘呢 等于就被万安亮发展成为他自己的眼线 专门刺察图丹太后的一举一动 无论是太后出去游玩 还是接见他的亲戚啊大臣 高夫娘每次都会一五一十的详细啊 报告给万安亮 而高夫娘呢也是丫鬟成精 心中还挺恨太后 常在万安亮面前讲这个太后的坏话 正是由于这个女人呢 图丹太后呢 和他在儿子辈的这个皇帝万安亮 他们之间呢 嫌隙就越来越深 我们要知道 无论是历史与现实 这枕边峰 这种天药加醋呢 效果是最大的 而先前最早啊 和这个万安亮啊 一块合议 谋士金西宗的 还有个叫司公的嘛 那个禁卫军军将 他的家宅呢 和图丹太后啊 所驻的宁德宫呢 相邻 当时呢 万安亮啊 受命的司公 去兴讨啊 边境地区反叛的那个契丹 那些部族 这司公离心前呢 还拜业太后啊 讲出他自己呢 对当前大举难伐的这种忧虑 图丹太后 当时实际上也没说什么啊 只是对司公当时所讲的话嘛 叹息附和而已 高夫娘那个丫鬟 这对宫女呢 在旁啊 听得挺真切挺仔细 赶忙入宫建万安亮 把所有的经过一无一时 讲给皇帝听 而且编排说什么呢 图丹太后和司公等人暗中密谋 还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由此这万安亮就怀疑啊 自己的嫡母图丹太后有意图 顿起杀亲 马上就命令殿前点捡大怀忠 就是当时那禁文军的军将了 你去见太后 指称皇上有诏 让他跪兽 立刻把他杀掉 大怀忠啊 这人真是个大怀忠 当时呢 就和高夫娘这些人 带着一帮兵士 突入宁德宫 而当时图丹太后呢 正和手下的宫女们在玩排棋呢 大怀忠闯入之后 高贺皇帝有诏 命令图丹太后下跪 接这个诏书 图丹太后当时也是非常愕然 乙母贵子呢 这大辈理智啊 没办法 不贵不行 图丹太后刚刚跪地 那高夫娘啊 就从岸上操起一个阵子 猛砸太后的后脑 但必须的高夫娘啊 是个女流之辈 气力小 图丹太后呢 被砸的呢 等于就倒在地上了 但是呢 肯定是没砸死啊 血糊流烂的 挣扎的又起身 这个时候 这大怀忠就猛冲上前 然后扯下图丹太后身上的金带 然后搅住对方的脖子 就把这位太后啊 活活勒死在当地 杀掉图丹太后之后呢 万安亮还不解气 马上命令人 把图丹太后的尸体啊 焚烧 焚烧成灰 然后呢 又把她那个骨灰啊 抛弃在水中 此后还不解气 又下诏 把图丹太后 左右的侍从啊 十多人 患者也好啊 公女也好啊 又都给杀了 完事之后 万安亮呢 封那高夫娘为勋国夫人 而当时万安亮啊 杀这个图丹太后啊 她遗迹她 也不是说空穴来风 也有她自己的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女真不足啊 从来母系势力啊 就挺强大的 汉化之后呢 从大雷上讲 当朝皇帝嫡母呢 这个太后 她在政治上 还处于尊贤之位 如果当时图丹太后 她想废掉身为皇帝的万安亮呢 还真不是一件啊 特别难的事儿 更何况万安亮本人她得地位就不正 所以说呢 如今把这个图丹太后杀掉了 等于是呢 她当时的感觉就是把心腹之患也给出去了 国内大师料理已毙 万安亮就在国内千军 最后呢和翻汉兵27万 然后就仿照唐治分为27军 同时呢 这个万安亮在国内啊 京国国内阔马60万匹 搜阔驻鹿水手啊 又得了3万人 为了方便攻打宋国呢 万安亮当时啊 还命令这个宋朝的降将孔雁州为南京留守 孔雁州啊 他在靖康年间是北宋的京东兴路兵马迁侠 当时金军入侵 还身为大将 他不仅没有抵抗战斗 反而呢 率领的手下人马 杀掠当地人民 劫财烧房 渡河难逃 后来呢 南宋政权要抓捕他 哎 这老孔就率领手下兵马了 投降了刘豫当时那尾棋 而后呢 他在刘豫的这个命令之下呢 还多次带兵入侵南宋 那刘豫被这个金朝废掉之后呢 哎 孔雁州继续为京国人卖命 当时是攻城掠地 杀人无算 他做官啊 做到这金国的兵部尚处河南隐 孔雁州这个汉族外类呢 他不仅大德方面坏 私德也坏 荒于色 有秦寿行 史书记载 怎么说呢 他有一个妾啊 生了一个闺女 长到十二岁呢 姿貌秀丽 这老坏蛋啊 竟然把这个亲生骨肉呢 也监污了 而且呢 还一直毒打着那个妾 就让他对外声称 这女孩啊 不是自己的骨血 最终呢 能让这个老孔啊 顺利的把这个亲生女儿呢 也纳为妾 如此淫毒乱伦之人啊 古今罕有 此外 这老孔的下属官员 不少人 跟他一样 都贪污受贿 欠下这个巨额的这个官钱 但是只要把自己老婆送上门 让那孔雁州享用 只要一高兴 老孔大笔一挥 就把下属欠官家的这些钱啊 全部都勾销了 如此一个绝顶的秦寿坏种 哎 他对金朝呢 一直是忠心耿耿 由于余色过度啊 孔雁州很快得了脱阳症了 临死之际啊 这老坏蛋还不忘上书给这个皇帝万元亮 献策什么呢 发送当先取江南 金朝正龙六年就当时南宋的绍兴三十一年 公元1161年的三月份 湾安亮呢 他就从燕京出发 率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奔奔 奔遍京而来 由于人马太多 自中都至河南所过的脉地啊 都被这金国的大军这个军队和马匹啊 游箭一空 当地人民是大受惊扰 到了这个时候 宋高宗赵构君臣啊 才相信啊 那金国人确实要难亲了 马上下令 两怀的一些将领了 加紧防备 同时呢 宋高宗下诏 允许一直被贬霸那个张俊 湖南路任使居住 这个时候就等于宣布对张俊解除从前的软禁状态 为了应对当前的形势 南宋朝廷呢 还派出使者到金国 怎么表示呢 就说如果金朝皇帝只是排卵驾到洛阳观花 则不许同兵于两国边境 如果金国迁都于汴京 屯兵于宿州 博州等地 本国呢 不免也要在怀上屯兵 上述举措呢 不是渔盟 而是为国之道 不得不如此 如果大金皇帝呢 寻兴汴京小柱 很快就归还燕京呢 本国也不会派一人一计 杜怀河治房 宋史一来呢 金国自然也要接待 问清对方来意之后呢 这时候万元亮也知道 现在再遮掩也不是事儿了 这个时候呢 他就派出高景山和王权 为使者 当时的名义呢 是贺宋生日正副使臣 就是当时祝贺宋高宗生日的两个臣子 临兴前呢 他还对这个王权而提面命 汝见宋王可以面属其罪 索要宋国主要宰治大臣 以及怀汉之地 如果对方不从 就立声斥责召构 宋国绝对不敢杀你 接着呢 他又对正史高景山说 你们回来之后 把王权与宋主的问答 对朕一武一十俱奏 有了先前失忆生的党子事儿 所以万元亮他对汉人那些大臣 也是大起敌方之心 因此呢 就派出这两个汉人为使者出使南宋 他依旧是严加提防 而且在出使之前 就威胁这两个人 这金国的使团呢 很快到达杭州 高宗赵沟就在紫辰殿 正式接见他们 高景山进宪国书之后呢 他就自称口吃 我磕吧 然后让他的副使王权呢 带自己替这个金国皇帝传言 宋高宗不得不同意啊 那么这位金国使者王权 他对宋高宗赵沟会说什么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讲 你所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宋朝人也会派立士 对于广东人来讲呢 年后上班 我觉得最欢乐的事情 莫过于什么呢 逗开工历世啊 这个开工历世啊 尤其是对于广东人来讲啊 和那个我们一般北方人啊 什么那种压碎红包还真不一样 广东的历世啊 金额特别小 但数量多 他们是不种树 种义头 不论亲书 见者有份 你看美老师 在深圳这么多年 每年都会准备好多历世 据说历世两个字啊 是从历世演变而来的 现在的历世那事啊 是是否的事 从前那个历世的事是市场的事 历世呢很早的时候 它的含义就是买卖利润 那么到了宋代呢 有赏钱的意思 比如过年的时候 皇帝也派发历世 周密写那武林救世就记载 一道除夕 皇帝也照例啊 让那些患者们就给他手下那些嫔妃 送上什么的朱翠啊 百世纪啊 历世袋啊 小样金颜器皿 并随年金钱一百二十文 你看装历世的袋 就等于相当于现在的历世风 宋代的婚俗当中 也有讨历世的习惯 成婚当天呢 新娘子上了花轿 迎亲队伍啊 当时也假装不肯起步啊 就闹着求历世前九 女方的家啊 马上就给众人派这个历世 这个时候大伙才高高兴庆 把那花轿抬起 送这个新娘子过门 这里的历世呢 实际上就是洗钱 那么孩子出生时派的历世呢 也是这个意思 都是吉利啊 喜庆的意思 同时呢 宋代的历世呢 还有吉利财运啊 这个意思 比如说腊月二十四 祭造神啊 正月初四呢 迎造神 这样的习俗呢 在宋代特别流行 范城大啊 在那个祭造词当中就写道 齐取历世归来分 你看大家都祈祷 造王爷大年初四啊 带着历世归来啊 给老百姓了一些福利 此外呢 宋朝人在正月初五呢 还有迎财神 这样的这个习俗 在他们祭祀的这个众多财神当中呢 有一位财神爷就叫历世先官 说到历世最特别的呢 就是南宋皇室还有一项惯例 叫看灯买世 什么叫看灯买世呢 就是在元宵节这个放灯期间呢 为了鼓励商业发展 皇室啊或者政府就把这些商人都召集来 然后呢用高于市价的价钱购买他们的商品 到南宋后期啊 这种买世已经没有买的行为了 而修官府啊 直接给那些小商贩派历世 所以还是武林救世这本书 就记载过南宋立安府隐 带领的官员队伍挨个 给那些小商贩们派发开工历世 这样的情景 当然了我们现在过完年之后开工的日期呢 和宋朝小生人他那个做生意买卖 那个日期是不一样的 但是开工历世意义是相同的 我觉得啊 对我们工作啊 都是一种好兆头 或者是鼓舞吧 门易说中国史 说点你不知道的事儿 我们下次见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 针刀针枪开打之前 这个南宋和金国 它是有什么样的博弈呢 面对强敌 南宋会像童谦一样 给懦弱退却吗 门易说中国史 说点你不知道的事儿 说点你不知道的事儿 我们上一集说到得知这个弯量怎么帅着呢 我们上一集说到得知这个弯量怎么帅着呢 带领金国大金 确确实实要发动南钦了 宋高宗赵构呢 这个时候呢 终于明白过味儿了 针刀针枪开打之前 这个南宋和金国两国之间 它有什么样的博弈呢 面对强敌 南宋会像从前一样 懦弱退却吗 我们这一集会详细讲 另外呢 我们每期节目最后啊 都有一个彩蛋 附送你所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如果呢 大家有特别想听的事儿 特别想了解的知识呢 给梅老师发弹幕 我们上一集说到 金国派来的使者 那个副使王全 升殿之后呢 宋高宗赵构亲自接见 这位金国使者当时是气焰熏天 然后呢 他就以蜿蜒亮的语气 历生对孙高宗呵斥 下面是一场段话 大伙儿仔细听啊 皇帝特有圣旨 先前通通亡史 两国讲和 朕当时随年小 未认载职 一辈之德 自朕继位后一二年间 曾拆齐情史 乌吉等来 严吉宗蜀及增加帝号等事 朕以继位之初 未辖及此 当时不曾允许 其所言亲属中 今则为天水俊功 所以封吉深故外 所其请 四亿可从 又念宋国 遂共前捐数多 江南出产不慎丰厚 须是取自民间 想必难备 朕亦别有私度 兼为淮水为界 私度甚多 其间往来越境者 随言为借尽 亦难杜绝 又 江以北 汉水以东 所有戒至 而南北叛王之人 互相山佑 事足以惹边士 不知故梁王 当日何有如此分化来 朕到南京 方遇且人悖遇此意 禁有私奏言 宋国遇前使 来赫行姓南京 卓之亦甚勤后 若只长使前来 原势里稍重 恐不能进达 见南京公雀 初秋毕宫 朕以河南府龙门以南 地气稍粮 兼放牧水草易广 于此坐下 你于八月初旬内 到南京 当于左朴叶汤思退 右朴玉成勘伯 即闻王伦之书密院 此山人内可差议员 兼殿前太尉杨春中 最是旧人 安恋事物 将一北山川地理 背层经历 可以延世 一当遣来 又如正早辈 及内臣中 选择所违信者一人 共四人同使前来 不过八月十五日以前到南京 朕当宣誉此事 万安亮指名道姓 要宋朝这几个大臣来 就是想把南宋的主要文臣武将 包括内臣 先行居母 万安亮接着又讲 若可从镇延 原淮南地理 镇西在军 颇曾行立 土田往往荒稽 民人不多 应有户口 近予江南 镇所言者 为土田而已 他上述这句话 就是说 要把人口 当地老百姓给送国 然后淮南土地 就要都化到京国 物欲两国介质分明 不生边士 朕已向来 只曾经有四寿周外 陈 蔡 唐 邓 边面不曾行立 及之笔触围场颇多 约于九月末旬前去巡猎 十一月或十二月却到南京 于拆来正诞史处 当背戏到来 朕要知端底 于次年二三月间 又违京诏 异未曾治 欲阴姓温汤 经由河东部分 却还中都去 上面这几句话 就是迷惑南宋 表示他只是出来游玩寻兴 不久 就归还燕京 我们要知道 京国和南宋 自从宋军绍兴这第二次合议以来 两国的使臣 到对方国家 一般都是彬彬有礼的 在气氛上 大体都是比较友好的 而现如今 你看京国这位使者 王全是傲然力电 对着宋高宗 照顾着指手画脚 语气乖利 惹得当时宋高宗也非常不快 他马上就对王全说 听闻王公林也是北方世家大祖出身 今天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就到这个时候 宋高宗对王全 刚才他那不是以 这个弯彬亮的语气说那番话吗 信口滔滔不绝 就当时对那话中 天水俊功 佐以风急深故 这句话呢 他还没明白过味儿来 毕竟这次出逃之前 弯亮呢蒙嘱咐了自己 一再叮嘱自己 王全当然就表现出非常蛮横的样 而且呢 他也怕自己表现软弱 回去之后 也像那个施益生那一样 也自己也被砰了 全家也被杀了 所以说当时的王全一听宋高宗说自己没礼貌 跳脚高言 赵衡已经死了 所以说直言亲宗皇帝赵衡的明慧 听闻此言 宋高宗是脸色大变 他马上站起山来 转身就往殿后走 王全还不依不饶 依旧肆无忌惮 杨毕高教 我来商谈两国大事 何以置我于不顾 满朝宋朝的文臣 没一个人敢说话了 倒是当时的禁卫军军官李恒 上前赫旨 使者不得无礼 有事朝廷礼会 另外呢 有一个禁卫军军官叫刘延的 就对宰职 宰相陈汤伯说 冤胜崩文信志 应奏免查久之礼 那次亲宗皇帝死讯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 接待这个金国使者那个查久之礼 我们应该不能继续下去了 陈汤伯呢 就对这个军将说 你自去陛下处奏报 这事我不管 于是呢 禁卫军军将刘延 就绕过大殿屏风 去见这个高宗赵构 当时呢 看见这位皇帝呢 正坐在那哭 赵构这个人 虽然是个千古奸帝 但他当时这个泪水啊 我估计八九成还是真的 先前被金国裸走的父兄呢 如果返回来 这个一直是他最大的心病 如今呢 听说他大哥新宗皇帝也死了 心中最后一块大石呢 也落地了 落地之余呢 意念先前的手足勤奋 所以说宋高宗啊 当时也是悲从宗来 不能自义 宋国君臣呢 当时强忍怒火 就把这个金国的使者啊 打不回国了 然后呢 马上为亲宗皇帝发丧 至此呢 金宋两国啊 基本上就撕破脸皮了 到七月份呢 湾安亮他自己 也从汝州呢 到达汴京了 南宋呢 马上下诏 任大将刘钦 为淮南江南浙西制制使 截至驻路人马 然后呢 在扬州吞军 这个时候呢 又下诏 召回从前 被流放那张骏 为什么召对张骏 那张骏当时有人望 这个时候召回他呢 也是不得已 即便如此呢 宋高宗对这张骏呢 一直存有戒心啊 存有成见 说什么呢 张骏才书 使之帅一路 祸有可观 若再都驻军 必败事 当然了 南宋朝廷呢 最后还是一厢情愿 做这个最终的和平努力吧 派出这个使者 携带金箔茶酒 前往金国 对这次宋国的使团呢 湾安亮根本就不接见 只是派大臣宣裕 声称自己呢 要带兵出逃北部造反的这个 蒙古部族 让宋朝的国使即刻回朝 我也不见了 而且还嘱咐 你们回国之后 就按我们上次 金国使者高景山王权 他所要求你们那些内容吧 全部都够办了 要求宋国呢 必须按期 派出那个金国先前指定的 四位文武大臣到汴京 来见我们皇帝 同时呢 对于宋朝使节带来这些礼品 金箔茶酒 金国拒绝接受 由此呢 宋朝的使团 一行人等 恍然离去 而就在当月 就为了消除后患 怕自己大肆兴兵之后呢 从前被掳掠的什么北宋 辽国那些皇族 那些还活着的人 他们在后方声势 因此万安亮就下令 把当时还活着的那些宋辽皇族 大概一百三十多人吧 全部斩杀 斩炒出根 等到这一切部署完毕 万安亮呢 就开始大焰群臣 席间呢 他就问那左丞相肖玉 朕玉伐江南 轻以为何如 肖玉这个人虽然是个奸臣 这个人马上回答不可 万安亮压住怒气 就问 朕氏宋国如掌中之物 何为不可 肖玉回答 上天以长江陷南北 周吉非我所长 斩监以兵百万伐东进 不能以一季渡江 由此之伐宋不可 听这个肖玉把自己比拟为斩监 万安亮大怒 马上把他斥出 给我滚 恰巧呢 当时那尚书令张浩 因为他派手下人来向皇帝奏事 也被万安亮责骂 当时就把这张浩叫回来之后 当庭大棍子伺候 顺便呢 他又吩咐从人 把那肖玉也给我押出殿外 也给我大棍子伺候 大家伙听这个殿外 这大棍子 打在那两人屁股上的声音 包括那两位大臣的哀嚎 这个万安亮就对面如土色的 在场的群臣就说了 张浩大臣 有事不面奏于朕 因人者好 行事轻浮 所以要打 肖玉呢 以斧肩比镇 我真想把他舌头钉在柱子上 给他碎刮喽 念其有功 姑且饶他一次 肖玉所谓的有功呢 就是他当初 呜陷那个金太宗柱子 是有罪嘛 当时呢 也算是给万安亮离狗公 不久呢 又有一个汉人 韩林学士 叫韩汝嘉的 当庭又劝谏他不要男亲 这万安亮特生气 当时就把他给杀了 从此之后 京国上下 再也没有人敢劝他了 就说劝他就不要男伐 这事儿 公元一路一年 当时是南宋绍兴三十一年了 当年十月 万安亮呢 就派出驻道兵 为三十二军 然后呢 他把自己的皇后图丹氏 还有太子呢 完颜光阴 留守 没带他们走 让他们两个人呢 率领那些留守的大臣呢 拘守汴京 又留下张浩 萧玉 靖四辉 这三个人 也留守汴京 他本人呢 当时是荣福成马 率领所有的嫔妃 都跟他一起去南征 当时万安亮啊 率领的兵马 有六十多万 对外呢 号称百万 然后就起兵难亲 一路直上 金军 瞻杖相望 争骨之声 不绝于耳 金朝大臣李通的寿命 在淮河上架起扶桥 啊 金国的这些将士啊 然后从清河口入淮东 远近百姓是震孔无限 万安亮这次南亲呢 他把金军的绝大部分处理 他是自己带着 就是用于东县啊 他自己的亲征军 还有呢 浙东呢 那个金军的水军 至于川散 京湘 这两个南北交战的传统战场呢 哎 这一次呢 确实还不是说真正的主战场 是作为他这次大战的烘托 万安亮当时如意算本是什么呢 只要他这一路东征啊 这个战线啊 战场取胜 金军水路并进 南宋都城临安啊 被攻下之后呢 别的地方都好说 所以说呢 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 这个是万安亮当时啊 他认定的这种计策 但是不凑巧的是什么呢 万安亮他决定南亲之前啊 由于金朝当时啊 在四处在国内强行征兵 那么金国先前灭掉的辽国的 那些人 就契丹人 在西北路 不堪其扰 爆发了耶律沙巴 什么伊拉乌汉 这些人的起义 耶律沙巴 伊拉乌汉 一听就是契丹人的名字 等于是他们率领 当地的农民啊 开始起义 开始反叛 同时呢 贤平府 原来的金国摩克 也就是一百副长啊 叫阔里的 他也率领军队反叛 贤平府在呢 贤平府在今天辽宁开远附近 阔里的军队呢 很快就攻占了柳和寒州等地 而且直逼金国东京 也就是今天辽宁的辽阳 这个关键时刻后院起火 按照这个大道理啊 万安亮他应该暂停啊 进攻宋国 先把金国的西北路 那些星星之火得扑灭 但万安亮当时唯一的念头 就是天下一统 他就认为西北边陲啊 这些其他人的叛乱 不过是险戒小吉 于是呢 在派出疏密使 扑散糊土 率领大批兵马 就攻杀耶律萨巴啊 内部叛乱同时呢 他又派出东京留守 葛王湾元雍 率领一部人马 去平定阔里那帮人 阔里呢 一听说湾元雍 率领大军来攻 也害怕了 赶紧率领一帮人马 就是奔向这个耶律萨巴 两个人和军 耶律萨巴呢 一听见啊 数路金国大军 也都杀到了 心中发毛 因此当时的就率领啊 手下人马 偷奔疗潮啊 就先前西逃而去的 那个耶律大使 耶律大使 耶律大使能不建立的西疗吗 他想去偷奔耶律大使 但当时啊 他手下大部分契丹民众啊 根本就不愿意背井离乡 那耶律大使那是待得太远了 由此呢 和那耶律萨巴一起启示 那伊拉沃汉 就把耶律萨巴给杀了 自立为头领 然后呢 这支军队调转头 就把从前疗潮都城的林皇甫给攻陷了 林皇甫在今天内蒙的巴林左旗 林皇甫这个地方呢 是当年啊 是辽王朝的一个象征 这样的一个地方 由此呢 契丹兵民啊 士气大振 而完颜亮派去镇压阔里的啊 那个金国的葛王 完颜庸呢 原名乌鲁 他是金太祖的儿子 完颜宗甫 啊 他的儿子 完颜宗甫呢 有时候在史书里 又被称为阿里朵 完颜庸在金西宗时呢 是被封为葛王的 完颜庸这个篡位之后呢 大杀宗士 但对完颜庸呢 没有立刻下手 把他外封为中京留守 中京呢 就是今天内蒙的宁城 多年以来呢 为了活命 这葛王完颜庸呢 就不停的向完颜庸啊 献宝献物 力求啊 在这位新皇帝眼里呢 博取一些好感 完颜庸呢 收了这么多 西市珍宝之后呢 他又打起了 湾延庸老婆乌林搭式的主意 因为乌林搭式长得特好看 因此就下诏 把这位茂尾的王妃啊 就说招他入宫 湾延庸呢 夫妇感情一直特别深厚 看到皇帝的诏书 震害不已 乌林搭式通乎一场之后呢 深知自己如果不奉诏 如果不入京 如果不入宫 自己丈夫马上会没命 因此就劝他夫君 允许自己呢 奔赴燕京 去面见皇帝湾延亮 虽然当时心中割舍不得呢 湾延庸这位葛王也没办法 因为当时如果拒止 夫妇二人 马上立刻就得死 乌林搭式就走了 就去了 结果呢 快走到燕京之时 这乌林搭式这美人 趁着看守官员不备 自己上吊 得知乌林搭式这美人死了 湾延亮大怒 认定了 这就是葛王湾延庸 事先指指他老婆 就让他老婆守截 才上吊的 而湾延庸呢 当时又悲又拒又恨 悲的是什么呢 你看自己如花一样貌美的娇妻 是为了自己而死 拒的是什么呢 湾延亮很有可能啊 一下子因为发怒 对自己下毒手 所以他当时呢 只能咽下这种夺妻之恨 俗话说呢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可大伙知道吗 乌林搭式在天德三年 就公元一五一年自杀 而湾延庸呢 真的是在十年之后 也就是在正隆六年啊 公元一六一年 哎他大仇得报 他自己在东京称帝了 毕竟呢 对这个湾延庸心存记恨 哎为了不让这个湾延庸安生 这个湾延亮呢 一会儿把湾延 改派为济南隐 一会儿呢 又把他改认为西京留守 西京就是山西大同 不久呢 又把他王丰给降了 降为公爵了 最终呢 湾延亮就把那个湾延呢 改认为东京留守 对湾延庸肯定是不放心 所以这湾延亮呢 派他自己的岳父高存福 为东京副留守 然后呢 又派自己的新妇 叫李彦龙的为推官 让这两个人呢 就监视湾延庸的一举一动 而当时这个西北契丹部落叛乱的时候呢 湾延庸当时正因为他母亲啊 李氏刚死 正在家守孝呢 而这个湾延亮想派这个湾延庸 镇压契丹人的起义 同时他又害怕这个湾延庸趁着自己去南亲的时候呢 会有所动作 所以说他就派人通知高存福 你给我看紧了他 高存福方面呢 就不停派人向湾延亮报告 就这个湾延庸啊有反心 湾延庸在率领金军征讨阔里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遇到从汴京回来的他一个老部下叫六金的 从六金口中得知湾延亮难刑之前就把他的嫡母图丹后 图丹太后给杀了 又把他的侄子什么湾延潭奴啊 包括这个疏密使什么蒲散糊涂也都杀了 极有可能下一步啊 就要杀尽残余的这个湾延氏皇家宗氏 惊骇之余不仅湾延庸害怕 湾延庸的舅舅李氏也更害怕 他就建议啊啊这个湾延庸啊 一定要选择时机赶紧起事再不可迟疑了 湾延庸毕竟还挺果决 趁着湾延亮已经率领大军渡过淮河 他就设计杀掉了高村福和李氨龙 就发动了东京政变 而当时的全称呢是东京辽阳政变 我们中国历史上东京还挺多 我们一般人所熟知的呢 被称为东京的城市呢 有唐朝的洛阳 北宋的汴梁 辽金两朝时期的辽阳 另外呢还有一个不大有名的东京是哪呢 渤海锅的龙原府也被称为东京 就是在今天吉林辉春的巴林城 所以大伙啊翻开史书 看见东京啊就不要搞混了 各朝各代在东京啊完全不是一个地方 特别凑巧的是呢 当时刑丹事故的湾延庸 正愁手下没兵马 结果呢从南方战场逃归的 金朝国大将湾延福寿 包括金朝大将这个湾延摩延等人 这个时候呢率领手下人马来归附自己 几个人一和兵马上拥护湾延庸啊称帝 改元大定 那么这个湾延庸呢 就经过鼎鼎大名的金世宗 金世宗称帝之后呢 马上下诏啊 就是这个揭示湾延亮十大罪恶啊 把他贬为海陵郡王 这个呢就是为什么史书中一提到湾延亮 都称他为金海陵啊 这就是他金海陵称呼的由来 湾延亮这个人实际上也是个非常有政治眼光的人 出兵南亲之前呢 他肯定有他自己的考量 但是就是他啊 这个人当时太自负了 皇位也好 权力也好 对于他来讲一切都来的太快了 有所不知的是呢 这种建立在杀戮之上的皇权呢 太容易崩塌了 而在当时整个金朝朝廷 但凡对他发出忠言的 建权他男亲的人一些大臣 要不就是被他杀掉了 要不就被强行禁燃 因此呢这个时候 湾延亮等于相当就是一个笼子 湾延亮得知那葛王湾延雍成帝的消息呢 他当时正在从苍江北岸 准备从彩石那个地方渡江 彩石在哪 就今天安徽当途西北那个地方 消强祸起啊 湾延亮当时非常震惊 严命手下把这个消息封锁 仔细思考之后呢 他就准备还召集这些主要的将帅啊 北规平叛 同时呢 准备留下一部分金兵 继续攻打这个南宋 那么这个湾延亮到底能否顺利回军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你所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想变多瘦就得搓多狠 只不过在古代 包括宋代 减肥的烦恼呢 肯定都属于这个中产阶级之上 你说劳动人民用不着减肥 他也肥不了 但我们现在呢 尤其是女孩 十个当中有八个 肯定都喊着想减肥 这就说明什么呢 我们现在的物质条件比古代 好了多了去 因此呢 各种各样的减肥方法就开始流传了 什么15天速效甩去油脂了 保鲜膜减肥法了 什么28天断食法了 如果我们打开这个视频 好多这个教大伙怎么减肥呢 但是呢 真正要实施 我估计大伙都会发现 没什么太多靠谱的 但是如果我们讲了宋代 那种各类的极端减肥法呢 我们如果听了呢 确实是会更加怀疑人生 我说出来给大伙感受一下 我们先从最早说起 那楚灵王好戏妖的典故 大伙都听过 那么那些大臣呢 为了这个让这个国王喜欢自己 就拼命的结实 天天勒腰带 皆以一饭为结 泪息然后带 扶墙然后洗 好像个个饿的 皮包骨头 那后宫的嫔妃呢 为了争宠 结实就更加恐怖了 后宫多饿死啊 好多就是为了把自己瘦成这个鲜肝 瘦成人肝 绝对是连吃都不吃 还传说呢 有的这个嫔妃 这个美女怎么办呢 就吞那个步驳 等于是在胃里吞一些步驳 为什么呢 就变相缩胃 来缓解自己的饥饿感 就是要求自己的吃不吃东西 到了宋朝呢 物质生活实际上很丰富 我们看那东京梦话录什么记载 原则在当时呢 用来减肥的材料也挺多的 什么火制啊 药膳啊 就是吃一些让人厌食的东西啊 或者是还有一种特极端的什么 喝少量的水银 这些都是我们宋朝美女都藏试过的减肥法 前面几种还挺容易理解 我们现在也有什么针灸啊什么什么 但是水银这东西有毒啊 这个东西往肚子里喝 我觉得绝对是拿生命开玩笑 绝对不可取 还有一种减肥的方法 说一说还挺可笑的 是怎么弄呢 就用毛巾搓澡 这个据说可以减肥 这种方法和我们先前说的那些方法 对比起来呢 好像显得比较温和 怎么做呢 就是把毛巾进满冷水 然后再想变瘦的部位 比如说肚子什么的 反复搓洗 十次以上吧 简单来说就哪里不瘦 你就猛搓哪里 觉得自己大腿飞 你就搓大腿 但脸飞搓不搓脸 上面就没血 我们要知道 这个搓这个 包括在这个浴室里搓澡搓泥 实际上挺疼的 因此这个宋代搓澡师傅的手劲 舒适都技术过 他自己都受不了 痛得在原地求饶 因此用冷水 反复搓洗十次以上 有的可能百次 有的可能千次 我估计说不定最后都把皮搓掉 实际上自古至今 真正想减肥 就这么一句话 想减肥 迈开腿 拔住嘴 瘦 果然有瘦的美 但减肥一定要适度 没一说中国史 说那你不知道的事 下次再见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